實踐生命第四講 主在來 被提 末世現象 我和大家講這個課題中最後一個分題就是末世 但這課我和大家很快將對於末世不同的看法的神學理論否則 當然對於現在的評訊圖來說 你都懂得很多 什麼毛千里連派 千里年前派 千里連後派 災難中避題 災難前避題 都聽過一下的名字 我想你大概都知道是什麼 所以在我這個神學課程中 我當然責任上要交代究竟是什麼 清楚勾畫一個輪廓 然後我就會集中說 我覺得這些不同的看法 不單單是表示他一種對將來的事情那種觀點的問題 亦都影響了他怎麼看聖經 影響了怎麼看歷史 影響了怎麼看神學 都很有關係 所以我就想將這幾個不同的看法 但將他引伸成為一些較為神學性的反省 我也是嘗試給大家的教委 正如我一直以來 希望做的 較為客觀點的立場 他看不到我白馬尼 這件事其實咳死了中國教會多久了 現在香港的教會可能已經沒有那麼重視這件事了 沒有那麼重視這個分別 在一些地方的華人教會當中 仍然是很重的 你怎麼看末世在哪一派的判斷是否比喬徒好 甚至極端起上來 認為你是容易端還是不是容易端 信仰純正還是不純正的 我希望這次也打開一個風氣 讓大家比較客觀點 聽聽和你派系不同的看法 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 我亦都不隱瞞我的立場 我就是千多年前派的 我贊成災難中備題 很清楚的 我的立場 不過我不覺得我是那些 除我以外 每個人都是錯的 那些這樣的看法 所以我這次就一連串給大家看看 別人是怎樣的看法 你盡可以上議堂之後 完全不贊成我那個立場 你採取另外一個立場 很多東西都是很好的 好了 我在開始之前 無論如何都會有一個簡單的交代 究竟將來發生什麼事呢 不同的派系當然是講到不同的時序 總是要採取一種的 我誰叫我站在這裡 我有權 你沒有聲吹 坐在下面 我站在上面 當然先講一講我看那種 先講一個梗蓋 給大家有一個觀念 有一個架構 然後我們再看看不同的派系怎樣改 看不同的地方 希望大家可以接受這種權威式的解說 所以我當作是罪卵來的 不是內容 罪卵將來發生的事情大概是怎樣呢 如果根據千多年前派和災難中被提的看法就是這樣 現在現今就是教會的時期 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之後 五秦節開始了這個教會 到現在我們仍然在這個教會的過程當中 已經經歷了就著接近二千年了 那將來發生什麼事呢 按照聖經的看法裡 將來所發生的事就是這樣 當人類的歷史教會發展到某一個時間的時候 什麼時候我們都不知道了 那你就開始會有什麼呢 會有一個大的災難 大災難的來臨 記住在啟示錄 特別是 還有救了一些大小先知的議員裡面 尼加書 或者是 塞加尼亞書 彈爾里書 尤其是 以錯亞書 都有提到這一方面的 大災難的時間 過了一段時間 在大災難當中 耶穌基督就第二次再臨 耶穌基督再來的意思就是 耶穌已經來過一次 因為在公園 我們說在公園前四年 如果你準確的話 在公園的時間 耶穌基督不來了 現在他再來的時候 第二次來 是從天上來 耶穌可以怎麼升上去 怎麼再來 再來的時候就產生了兩件事 第一 已經死了信徒 就即時聽到號角吹響的時候 就從死裡復活了 我們如果我們 有些 不一定是我們 可能死光了 也可能還沒死 總之那些還沒死的 當時仍然存活著的基督徒 就立即被提到天空與主相會 在那裡 在天空上面和主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第一次的審判 這個審判是特別為信徒而徹的 這個審判 就是 主要不是審判他得救 或者不得救 永遠去地獄或者天堂 是將他的工作 那個官面 來赤路闖開 正如哥林多後書裡面所提到的 官面 即是各人要有個功架 在神的面前被赤路闖開 這些我在一個 我們以外面面對明天的 基督徒未來學的第二講 我已經講過 所以這些我講得很快 我就不再重複了 審判究竟審些什麼 我就不是這個課程裡面所講的 好 然後聖徒升上去 地上的能力歷史裡面還有很多人 那些就是未信的人 地上的人就會繼續有更大的災害 災難繼續在地上 神的憤怒 聽到在地上 然後到了極盡的時候 就有所謂哈米吉多頓的戰役 就記載在啟示錄的十六和十七章裡面所講到的 哈米吉多頓的字眼出現於十六章的十六節 哈米吉多頓的戰役 之後所發生的事情主要就是啟示錄所記載的 特別是由第十六章十七章一路到二十章二十章之後 我所講的事情 哈米吉多頓大戰之後 撒旦就暫時被捆綁了 啟示錄是二十章 大家可以打開啟示錄容易比較看 啟示錄第二十章的時候 撒旦暫時被捆綁的時候 就有一千年 我們叫做千禧年 千禧年 啟示錄第二十章二至六節所提到的 一千年之後 暫時要放他出來 這千年就是 基督在地上作王 信徒和他一起 那一個可以說是天上人間的生活 然後呢 一千年完了之後 撒旦暫時被獲釋 這就是啟示錄第二十章的七節 那一千年完了 撒旦必從監女被釋放 各方出來迷惑地上各方列國 接著呢 就是 有戰爭了 這就是所謂的哥格和馬國的戰爭 哥格和馬國戰爭 就是第八節到第十節 說到中了人多 有一個很大的戰爭 如果我們 參考了以西結書 三十八和三十九章 就是這個哥格的戰爭 是一個預言 這個大戰之後 當然 撒旦 魔鬼永遠 被囚禁 雕在硫磺火湖裡面 就永遠遠遠 這個就不會再被釋放出來 就開始這個什麼呢 白色的大寶座 十一節看到白色的大寶座上面審判 這個審判的時候 地裏面和一切 那些人都要出來 那個就表示什麼呢 信徒已經上去了 已經受了審判了 所以白色的大寶座審判 這個是第二次的復活 所以第一次復活是給信徒 第二次的復活是給非信徒 死了的人 耶穌撞來的時候沒有復活 那時候 未信的 失喪的人就在那時候復活 來到白色的寶座前 案卷展開 生命拆 照著所行的受審判 於是就 結果分出兩個完全不同的地方 永恆的去處 天堂和地獄 這裡就開始了 第二十一章的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 神的障磨在人間 不再有眼淚 不再有痛苦 是永恆的生命 好 這個就是 在 一般來說 我們 將來會發生事的 那個時序 明白了 有那個詹概 那個圖片 就是在後面這個 關於聖道主在來被提的 不同理論那裡 剛才我說的是上面那行 最右手邊的圖畫 教會時代 大災難 有基督禮 接著 哈密吉多頓的大戰 千禧年 千禧年之後 暫時被釋放的撒彈 然後 有哥格和馬國的戰爭 然後有新天新地 白色阿寶座的審判 然後我那個就是 將中間 接著那三條畫出來 我就是 將大災難那顆 小小顆的黑色上面那裡 就是上面最右手邊那顆 黑色那顆大災難那顆 放大了成為三個不同的圖 看來 那個圖就是 中間那個 不過教會 時代一路走走走走走走 開始黑色了 下面那行中間那個圖 就是災中被提論那裡 走多一半開始黑色的大災難 下一半的時候 我們就 主在來在空中與主商會 然後地上繼續有大災難 到這個地步就開始 是哈密加多段的大戰之後 就是千禧年了 所以 在空中與主商會 到了 基督和我們一起 再聖徒 再下來 哈密加多段的大戰 有一段歷史時間的差距 地上有災難 大家明白了吧 OK 這樣就很好 五分鐘就說完 將來要發生的事了 好 現在我們就進一步去看看 究竟 即是 不同的派系 採取的立場 和根據 和特質 在哪裏 基本大家明白了吧 我講得很快 因為這些 因為我以前在那裏 在那裏 那裏講過 我想重複 那裏又再講 好了 現在我跟著 那裏講的裏 沒有講 所以我也有心思 講一點 先看 千禧年後派的看法 Postmillennialism 千禧年後派的定義 也就是說 耶穌基督的再臨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The Christ Return 是在千禧年結束之後才來的 如果你不厭其犯 回頭看 就是那個 左手邊的圖表 上面那行 最左手邊的圖表 今天 教會的時代 一直到千禧年 你看一下 是一個延續 沒有一個災難在中間 所以 教會時代 然後 慢慢慢慢 千禧年就出現了 出現到極盡 千禧年完了 那時候 撒旦 就被釋放出來 撒旦被釋放 就產生了一個大災難 同時 亦都是一個 哈米吉多頓的大戰 在這裏來說 千禧年後派 相信哈米吉多頓的大戰 以及 和馬國的大戰 是同一個戰爭 明白嗎 只有一次 千禧年前派有兩次 第一次 是千禧年前打一次 千禧年後打一次 千禧年後打一次 千禧年後派 根本是千禧年前沒有打 千禧年後後 就是兩個戰爭一起打 耶穌基多頓的戰爭 與聖徒戰勝撒旦 於是 撒旦只有一次機會 決勝乎 就永遠等於流浮火湖 沒有暫時被釋放這回事 好了 大家明白 千禧年後派的看法是這樣的 這個時序上的定義 我想比較看多些 他的神學 根據和特質 和特色 先問問 有什麼人贊成這些看法 通常在華人教會傳統裡 很冤枉的 新派 當然是說新派 就贊成千禧年後派 不是的 我數給你看 奧古斯丁是千禧年後派 那你也不能落得口滑的新派 整個中世紀 大部分的神學家都贊成千禧年後派 有影響的 為什麼呢 當然 中世紀的教會 是神在地上的代表 一般一般的認為 教會是可以建立神的國 這當然是 但還有很重要的 他說在 奴德宗和改革宗裡的信條 奧古斯丁和 奧古斯丁和奧古斯丁和奧古斯丁 這兩個很重要的 可以說是 宗教改革的信條裡 都是相信千禧年後派的 然後 在十九世紀 末二十世紀初的 Princeton School Princeton School 和現在的Princeton是不同的 早期的Princeton 是 保守派 或者我們叫做 基耀派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例如什麼呢 Charles Hodge 大家看過的三大本的 Systematic theology B.B. Warfield Benjamin Warfield 也是捍衛聖經是神的啟示 那個最重要的人物 如果你看書局 你就知道 這些是保守的一個很重要的代表 學者 他是千禧年後派 Snowden 是較為現代一些 贊成這個看法的人 Bordner 大家都看過不少他翻譯的書 特別是改革宗翻譯出版社 翻譯了很多本書 講義定論 講改革宗的神學特質 神的主權 那些 全部都他寫的 有這麼幾本方言 A.Hodge 也是相當出名的 救人 就是二十世紀初的神學家 這些人全部都是千禧年後派 千禧年後派有什麼特色呢 不如多說一些特色 第一 如果這樣看法的時候 這群人 他們將千禧年等同了神的國 的看法 意思就是說 千禧年對於他們來說 就是The Kingdom of God 神的國是什麼意思呢 大家知道神的國 不是將來的 不是在另一個領域裏面的 就是現在 here and now 當下的present reality 真正的 可以說是 earthly reality 為什麼呢 如果他相信千禧年後的時候 有就是說 現在的歷史和千禧年 大家知道千禧年的定義就是 基督掌權作王 撒旦的權勢被捆綁 這兩個就是千禧年的定義 基督作王 掌權 撒旦的權勢被捆綁 和現代的歷史的進程之間 沒有一個 截然的差距 這個看法裡面 明白嗎 所以千禧年是可以順著 我們現在的存福音 慢慢慢慢的歷史的 改進到的地步 神的國降臨人間 所以千禧年是不需要 要經過一個 所謂Qualitative Difference 所以在千禧年後派的人來說 是對歷史一個相當樂觀的 立場的 還有 他是 通過什麼呢 當然他相信其代 藉在我們的全福音 萬人歸主 列國悔改 這個時候 政治上面有扭轉 這個就是神的國 和基督掌權降臨人間 所以這樣來看 千禧年後派差不多 無獨有偶地 都是 很大部分 都是決定 將千禧年看成一種 教為 象徵性的解釋 Symbolic Interpretation 千禧年他不覺得 是一個很獨特的歷史時刻 是和現在的歷史時刻 一個更進步 接近完美的時刻 所以這樣看法的時候 就是 但是 千禧年就是等於 人類歷史地上 一個長時期的 地上的平安 不一定是一千年 為什麼呢 因為 它的起始點 不是很清楚 大家看到嗎 因為現在的歷史 和千禧年 是一個順勢的 一個 graduate growth 因為現在已經是神的國 降臨了 因為 哪裡有神 是有神的國 大家知道 在四福音裡面 看得很清楚 哪裏有神的掌管 哪裏有神的國 既然是這樣的話 神的國全面的掌管 和現在是零碎的掌管 只不過是一個 是一個 量的分別 而不是一個 質的分別 不是一個質的分別 聽到正說 大災難 通過耶穌基督超自然的降臨 和戰爭 才能去拜來千禧年 一個完全暫生的人間世界 人間天堂 大家明白嗎 所以 在千禧年前派看法來說 世界的終局 就是大災難 在千禧年後派看 世界的終局 就是千禧年 然後才是戰爭 大家明白嗎 所以它的歷史觀 是較為 樂觀的歷史觀 所以它們相信一切不好的事 都是經過了一個好的階段之後 然後才出現 經過了最好的階段之後 就會出現 拜罪人 敵基督 耶穌基督的再臨 審判一切的人類 因為我們不需要經過耶穌基督的再臨 才來千禧年 所以我們人類本身的全方 已經可以帶來一個千禧年 審判人類 新天堂是同時一起發生的 在千禧年結束之下 打人類最美麗的一個人間世界 的經驗過程 接觸之後 突然間發生的 如果這樣看法 它就要面對啟示錄 第二十章所說這麼多 那些一千年怎麼看呢 當然我們可以猜到它用一個 相當的 一件玻璃的 如意式的 或者象徵性的解釋 這一千年只不過是代表一個時期 一個時期 那它怎麼解釋 頭一次的復活呢 在事錄的二十章四節六節 都說到 那些沒有拜過受的 沒有額上變受印的人 都復活了 與基督從作王一千年 然後第五節 這是頭一次的復活 其餘的死人還會的復活 等到一千年如了 就是白色大寶座時復活 一千年後派的看法 那千年前派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第一次復活 因為為什麼 耶穌基督沒有回來 都未回來的時候 已經是一千年了 那那個復活是什麼呢 那唯有千年後派的學者 就要認為 這個第一次的復活 是指著 靈性的復活 靈性的復活 指著什麼呢 每一個人當他信耶穌 接受神的拯救的時候 他重生得救的 就是他熟靈生命的死亡 復活的過程 大家明白嗎 所以是靈性的復活 所以每一個人 包括 復活之後一次 真正肉身復活之後一次 就是千年之後 以死的 信了的 未信的一切復活 信了的就是 接受那個 工作和冠冕的分別 那個審判 未信的就是 在這個白色大寶座的審判當中 是 丟進去永恆死亡的地方 大家明白嗎 所以他這樣解釋 唯有 就要相當 寧意地 善波靈 去解釋 那個啟示錄裡面 所說的復活 當然這個解釋 究竟行不通 這就是一個困難 即是斬釘斥截 說了那麼多 他要很寓意地解釋 這個也有他一定的困難 那麼 後派的強弱地方是什麼 我們說 有兩個好處 第一他樂觀 他對於萬人悔改歸主 是相當樂觀的 他對歷史是樂觀的 optimism well conversion 他對於這個世界 是慢慢 萬人歸主 是樂觀的 我最近看一本書 他也是傾向這個看法 就是我給大家看的參考書 那裏就是第二本 John Davies 《Christ is victorious Kingdom》 他本身是很明顯的 是福音派 但是他的贊成是 postmillennialism 因為他就看見 在第三世界 在亞洲的福音的爆炸 看見福音的爆炸 福音的大能在亞洲 在非洲 在南美洲那種 全面的彰顯的時候 他很相信 福音的爆炸 能夠帶來整個世界的扭轉 而帶來一個人間的生命 整體的改變 從這個角度來說 所以千禧年後派的人 福音和宣教熱誠是很大的 其實你不要說 中國很多宣教 或者亞洲很多宣教 早期的十九到二十世紀 的宣教 很多人就是因為 千禧年後派的觀念 推定了他們 去到亞洲的全福音 因為他要 將這個神的國 國就建立在人間裡 當然東間包括了 是有新派 但也不僅是新派 我們要恢復他這種宣教的熱誠 因為他相信 藉著宣教 萬人歸主 滅多悔改 就能夠將神的國 基督的掌權 和撒達被捆綁 呈現在人民的歷史當中 所以他們的歷史是這麼看法的 當然我們說 他也有一些弱點 就是特別對於聖經的記載 他要很辛苦解釋 聖經 多次由保羅書信 到耶穌所說的說話 到獨讀啟事裡 都說到 似乎這個世界結束的時候 越來越壞 好像是 即是現象上 越來越多的東西 末世的時候 越來越壞的教導 他每次都要去 面對這些經文 他要努力轉回抹角 要說到他說他 不是這樣 只是一個其中一個階段的意義 在我們現實的具體的 歷史的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 不見得人類的歷史 走向一個 越來越好的過程 一定越來越壞 但不見得 過了二千年 人類的社會政治文化 有各樣方面的進步 但是不見得 在那個屬靈層次的意義 對於神的和好 這個觀念來講 好像越來越好 當然這是見仁見智 歷史是無法爭辯的 對不對 將來發生什麼事 你怎知道 經常都說 最坑暗的時 是黎明的開始 我現在慢慢說 越坑暗越黎明 黎明的時候 可能暗暗光光 一天都光光無線 千年降臨 這當然也有他的理由 不過我也說 也值得我們留意 千年後派要面對這些挑戰 還有呢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這樣的時候 即是說 耶穌基督再來的迫切性和隨時性 所謂的 所謂的 Imminent coming of Christ 即突然間來這種 迫切的感覺 就少了 為什麼呢 耶穌基督再來一定在千年之後 這個時候 我們千年很明顯的 全面 好世性的歸向神 那種的歷史 很容易看得到 回顧未試過 現在還沒有 那就不用想了 今晚的神不回來 是不是 明天也多數不回來 沒那麼快 所以耶穌突然間回來 隨時回來 這種迫切性和危機感 就在千年後派裡很少 因為他真的有得猜 是不是 即是 既然這個千年未出現的時候 耶穌基督就不會再來 從他的角度來說 這也是對於耶穌 我來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突然間來 那種迫切性是有打的折扣 這個我們提出了少許的挑戰 對他 我們看看無千千年派 阿Millennialism 無千千年派的定義就是 根本 就沒有一個所謂有一千年的歷史 的人類歷史階段 太平盛世 人間天堂的階段 他相信將來是新天新地 但是他根本就不覺得歷史上有這件事 我們看那個圖表 就等於我們上面那行的中間 在時序上面 上面那行的中間就是無千禧年派 無千禧年派就是 教會的時代即是千禧年 對他們來說 我們遲些解釋給大家聽 所以就沒有了這個一千年 以前基督作王在地上掌權 實在被捆綁這個具體的歷史時刻 沒有的 於是我們看到 就是 教會路法發展到的地步就是大災難 大災難裡面就發展到一個極盡 就是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 戰勝實在開始 白色大寶座的審判和信徒的審判 聽得明白嗎 所以無千禧年其實 他的看法裡面就是 之後是教會的時代 教會慢慢發展到一個地步 大災難 大災難裡面就是 撒旦和神最後的決戰 聖徒在這裡裡面 就得勝 基督得勝 聖徒復活 就 神開始的審判 我們信的人上天堂 不信的 永遠落地獄 這就是 無千禧年派的看法 無千禧年派有什麼人的代表呢 在古教父來講 耶穌基督的巴勒伯斯 第二世紀 奧克斯田 奧克斯田是介乎兩者之間 因為無千禧年派和後千禧年後派 是很接近的 都是用語意來解釋聖經 還有他那個 相信那個大災難 只有一次過 神戰勝撒旦 就開始了永恆的新天新地和地獄 當然還有一些比較 宗教改革的時間 嘉義文 是無千禧年派的 當然 嘉義文主義 跟著所掌生 所謂改革中的教派 多數都是贊成無千禧年 包括我們常讀的一本 改革中神學家的 方派的 是老神學 叫Systematic theology 就是Louis Berkhoff 他有一本比較薄的 就是譯了中文 本身也是一個無千禧年派 Gehard Walsh 他那本的Biblical theology 就譯了兩本 譯了中文 由天到夜 相當好的聖經神學 尤其是涉及了神學的部分 雖然已經是差不多幾十年前的作品 但仍然是第一流的作品 我覺得 《教派神學》 並然是第一流的作品 一個福音派的神學家 Gehard Walsh E.J. Young 如果讀神學 我們知道 E.J. Young 就是寫了很多舊約的 研究的早期的 福音派的 或者我們稱為基耀派的 一個很有學問的神學家 特別寫了三本的 《以錯學說詞》 以及寫了很多關於聖經的可信性 聖經的啟示 各方面的神學作品 是舊約權威的學者 這全部都是傾向的 無千千年 我們中神本校的同事當中 也有幾位是無千千年 說免得說哪幾位 沒問題 他們的看法的特色 當然是 很多歐洲 尤其是英國的聖經學者 神學家都是傾向無千年 連派 無千年和後千年 有很多相同之處 如果看你就會發現 第一 就是 耶穌基督再來 是一次過的 沒有一些事情分開 耶穌一來就是最後的打仗 沒有打兩次 沒有兩個戰爭 一次而已 就是 耶穌基督一來到 就是 跟薩凡最後決戰 那時候 是加密加多頓 亦都是 馬國和哥格 一起 就打仗 一次過就升過 沒有暫時被滾榜 被釋放出來 那一回事 如果這樣看法 有些事情 究竟千禧年是指什麼呢 當然千禧年其實 這裡所說的千禧年 就是神的國 這裡根據耶穌基督所說的 耶穌說我來 天國已經來了 天國近年應該會改 然後耶穌通過他那個神跡歧線 證明神的國已經來了 例如如六九方法案十章 那裡所說的 耶穌派兩個兩個人出去 有些人回來很歡喜 說 因為神的能力 你給我們能力 就是鬼都怕了我們 於是耶穌當時就歡樂 看見 我看到撒旦從天上墜落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指表示撒旦被捆綁了 神的權能彰顯出來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 這是一個純粹的 神的國的定義 就是哪裏有神 信服神的掌權 那裏就是神的國 明白嗎 那裏撒旦被捆綁了 如果我們的屬靈生命 被神掌權 撒旦被捆綁的話 那裏就是神的國 所以當耶穌來的時候 根據千禧年的定義 就是神的掌權和撒旦被捆綁的話 耶穌來的時候已經開始了千禧年 靈異上面 你明白嗎 即是神的國的掌權已經臨到這個人間 不過當然我們知道 從一個西洋神來講 已經來臨了 但未終極地全面地 絕對地掌權 撒旦絕對地被捆綁 但是在靈異上 即是在一個屬靈的層次上 耶穌來的時候已經開始了神的國 也就是已經開始了千禧年 我們現在已經在千禧年裡 當我們何時信服神 生命被神掌管 哪個群體被神掌管 撒旦被捆綁 哪個國家被神掌管 哪個聚會被神掌管 哪個人的心裡被神掌管 撒旦被捆綁的時候 那裡已經是千禧年了 明白嗎 所以在神學的意義來說 千禧年已經在了 即是教會 即是耶穌所開始了神的國 所以這是一切的 所以不需要有一個人間天堂 那種千禧年具體的表現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 其實很多千禧年後派的人 和無千年派是很難分得到的 因為他們開始覺得 人根本會不會進步到一個 會有一個完全的 絕對的一種 成長本的歷史階段 如果他稍為懷疑這件事 其實他已經變成無千年派 從這個角度來說 一樣 他和匹尼後派一樣的看法 就是他不能夠有兩次的復活 第一次的復活 就是什麼呢 我們熟名的復活 因為如果耶穌來已經開始了千禧年 我信耶穌的時候 我二十年前 信耶穌我舉手過一撒馬 就是什麼呢 讓神的生命掌管我 撒大人的生命被捆綁 如果這樣的話 就已經是開始了什麼呢 我復活了 大家明白嗎 在千禧年前派的看法就是 耶穌基督循復活 又開始千禧年 或者有災難 少許災難 就開始千禧年 先復活而有千禧年 就是信徒先復活才有千禧年 從靈異來說 我們每個人都要復活了 靈性上 才能夠進入千禧年 進入整個國 所以他解釋可以這樣看 所以第一次復活一定是靈異的意思 第二次復活和知識後派一樣的看法 就是當到大災難結束的時候 神使一切的人 同時的信的未信 一切肉身復活 那時候就開始審判 然後去新天新地 在這裡 究竟 他和千禧年後派有什麼不同 也有些不同 不同的地方 就是第一 他不會像千禧年後派 他不需要和千禧年後派一樣的看法 對歷史有一種樂觀的看法 對不對 因為如果無千禧年派 他不需要先假定 有一個人類歷史會進步到一個 是太平盛世 然後才有突然間的 爭爭大災難 無千禧年派 他可以接受歷史越來越差 因為過去的二千年 已經是千禧年 靈異上的千禧年 在這些歷史裡面 有高有低 有黑暗有光明的時間 將來一樣是這樣 可能越來越差 但是並不表示 就沒有了千禧年 這個靈異的意思 因為最差的地方 那裡有神掌管 那裡都是有 那裡都是千禧年 大家明白了嗎 所以千禧年派的人 對歷史不一定 像千禧年後派這麼樂觀 他可以有一種悲觀的歷史觀 相信聖經裡面所說的 活世裡面越來越壞 越來越多犯罪 但是不會改變他的立場 大家明白了嗎 這個和千禧年後派不同 第二個和千禧年後派不同 就是他可以肯定 耶穌基督在來的迫切性 和隨時性 為什麼 因為他不需要先等一個太平盛世 現在已經是千禧年 靈異的千禧年 耶穌今晚來可以 耶穌千禧年之後 耶穌隨時可以來 隨時可以和撒旦一個決戰 來的時候就決戰 所以耶穌隨時可以來 和千禧年後派對耶穌隨時來 有一種保留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說千禧年後派的兩個困難 在毛千禧年派裡面可以被接受 可以解決 所以較多人 學者傾向這種看法 當然我們的困難一樣 都是要對啟示錄二十章 採取高度寓意化的解釋 也將在一切聖經裡面 記載將來人類平安社會語言 甚至二次畫書六十五章 大家都知道 就是豺狼和獅子一齊 小弟哥和蛇 百歲的老人都不會 那些傳統裡面都認為 是在說千禧年這些經文 全部 將它寓意化 靈異化 或者強硬 將它推到 將來新天新地的現象 這樣看吧 不過無論如何 如千禧年派的學者 都是傾向將來所發生的事 儘量將它寓意化 寓意化去解釋 而不將它作字面的解釋 一千年只不過代表一個 神的國的一種彰顯 這個有它的拔式 也有它解經上的一定的困難 當然現在我們就講到 千禧年的前派 Premillennialism 千禧年前派 我比較詳細講了內涵 千禧前派定義就是 耶穌基督在 在人類的歷史一個過程當中 產生大災難 然後耶穌基督就來了 大戰之後開始一個千禧年 所以耶穌基督來了 然後才有千禧年 千禧年前派的看法 所以剛才我們已經看過 圖表就是 上面那行的最右手邊那個 我們已經看過 不需要再看了 那代表人物是什麼呢 以古教父來說 Justin Marta Justin Marta Ironius 愛淫柳 以及中世紀的 那些靈修神學家 那些默契主義者 Ratical Reformation 即是在宗教改革裏面 路德中和改革中之外的 另外一些所謂激進的改革者 比如蟲洗派 那些靈修神學家 和靈修神學家 那些靈修神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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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數都是採取這種千禧前派 Dispensationalism 影響了中國教會最大的之一 時代論者 當然 Fundamentalism 即是很多的Fundamentalist 即是很多的危機要派的人 都是傾向這個千禧前派的 然後比較近期的學者 George E. Lett 是Fuller Philanical Seminary的新有學者 Let 千禧前派的 Sharva Sharva Sharva也有一套神學 對我們基督教書局看也會有 還有 Waywood Waywood 現在較為出名的 寫了很多主色書的神學家 這些都是千禧前派的學者 他的特色 不過現在就是說 Jeroy有一千年在地上太平的人類歷史 由基督親自作王 盡量就不是寓意解釋 真的有一千年 或者一個很長的時期 那個作王 是由耶穌基督親自肉身作王 即是身體的 Physical personal bodily presence 去作王帝 我們可以見到耶穌基督 有政治上面的管治的 一千年 一定長的時間 那段時間裡面 撒旦是被捆綁的 是有人類的生活 和耶穌基督一起聖徒的生活 所以他這個解釋裡面 我們知道解經上面 和前兩派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盡量會用到什麼呢 是自免而 一千年就是一千年 基督作王就真的是耶穌作王 就不是在心靈裡面做王 掌管 撒旦就真的是撒旦 大戰就是大戰 而哈密加多頓就是 研究可能在中東的地方 即是他地點發生的事情 盡量按照聖經這樣說就是這樣說 不將它靈異化 在講到這裡 我們知道其實解釋語言 總是有這兩個端的 一端就是盡量將它靈異化 另一端就是盡量將它字面化 兩者都不可以走向極津 大家明白 無論怎樣一個人 怎樣是靈異化也好 你都不會將所有的語言都解釋成靈異 是不是 耶穌基督再來 你都不可以將它解釋成靈異 那它真的會來 我們不相信 這件事也不相信 我們都不是福音派的信徒 你怎樣靈異化也不能夠解釋 我們將來欲生復活這回事 都是靈異而已 是一種精神的不死 不行的 如果這樣的時候已經不是福音派的信徒 好了 我們怎樣極端化也好 我們都不可以將每一件事都解釋成靈異 是自免一樣這樣做的 你不會相信 即使最自免的解釋的人 都不會相信到 解釋裡面說到那個大淫婦 騎著一隻馬在天上飛的時候 真是一個淫婦 這樣騎著一隻馬 將那些髒的東西都倒來倒去 我們都會覺得它是代表一種勢力 代表一種意識形態 甚至一些政權 明白嗎 即是已經代表了它是靈異 它不是具象地 字面地這樣解釋 所以沒有一個人 沒有一個誠實的成熟的解釋的人 可以走去一個別端 所以問題就是 好像以前所說的 體力撤在哪裡 傾向一些靈異的 或者傾向一些 字面一點來解釋經 就決定了你的立場 其實這個傾向哪裡斬開 其實我們真的不要將它 去捍為是新派 或者是保守派 或者是不信派 或者是福音純正派 我們不要這樣 扣帽子 人家喜歡將它多些解釋 比較容易一點 我覺得是合理的 你喜歡解釋多些字面的 也是合理的 我真的 我希望平息這些戰爭 很無謂的戰爭 可能大家覺得 說完又說 如果你跟我一樣 接觸這麼多教會 這麼多地方 見過這麼多爭執 就會知道 這是大件事 你還敢說回來 千多年前派的歷史觀 當然會比較悲觀 大家看過嗎 因為剛才我講過 千多年前派就是 耶穌基督的再來 是一個大災難裡面 才開始千多年 即是說 我們現今的人類歷史 和千多年之間 有一種質的改變 因為我們靠著 耶穌基督超自然的來臨 才可以開始千多年 所以我們明顯知道 這個歷史是越來越差 以後是大災難 作為歷史的結束 所以人類的歷史是越來越差 將來千多年和今世歷史 是一種劇性的改變 我以為是一種截然不同 一種稀劇性的改變 所以我們的盼望 歷史的盼望 並不在於改好 而在耶穌基督 在最黑暗的時間來臨拯救我們 千年前派的歷史觀 和後派和無千里派都是不同的 然後很明顯 他一樣字面解 當然很清楚 將啟示錄那兩次復活 搞清楚 第一次復活 剛才我講過 後一次復活 就是指著 在大災難案裡 耶穌基督在天上降臨的信徒 立刻肉身復活 在天上論功行上 第一次復活就是屬於信徒 第二次復活就是被未信的人 最後白色大寶座裡 死被審判 在這裏我想和大家稍微交代一下 如果千里年前派的看法 當然包含了 有些其中的支持千里年前派的人 就是時代論 dispensationalism 時代論 我就不打算在這個課程中 和大家詳細解釋它的理論結構 它主要將來人類歷史 從阿邦開始到將來分成七個時期 我想就著時代論和末世的關係 今天跟大家說一下 贊成千里年前派的人 不一定贊成時代論 聽明白 贊成時代論的人 到現在我都沒看見過一個 是不贊成千里年前派的 聽得明白了 這個邏輯關係 例如我自己有一個例子 我贊成千里年前派的 但我不是時代論者 George E.也是 他贊成千里年前派的 但他絕對不是時代論者 時代論者代表 當然追溯到最重要的 可以開始人是Darby和Primadreferens 就在19世紀開始 Darby他翻譯過《聖經》 Primadreferens 大家知道 Primadreferens 就是影響了魏託星好心的 你看魏託星的書就知道 Scoffield Reference Bible 很多人在早期中國教會影響很大 就是根據Darby的看法 將它編出來成為一個 有注釋有解釋的聖經 那本書就是採取了時代論的立場體 現在代表的神學院 就較為代表性的就是Darles Theological Seminary Great Seminary Western Conservative Baptist Seminary 香港都有代表性的 就幫我們說 那麼 時代論的末世觀的特色是什麼呢? 有幾樣東西 第一 時代論者 他就是很著重字面的意義 儘量 越是字面 儘量可以的範圍裡面 都用了字面的意思 就是這樣 所以一千年就是一千年 七十個七就是七十個七 六百六十六就是六百六十六的字眼 是什麼意思? 你會不會猜他 但你書裡面 第六十二的七是怎樣? 那七個星期裡面 六個星期之後 和第七個星期之間 發生了什麼事? 在這個解釋裡面 就盡量把他的字面意義 看成就是如此 在這裡有一個危機 就是分略了在這個所謂的寓言 寫作的方法和所謂的 所謂的那種的末世文學 即將來 看見將來的末世文學 即是表示給達爾利利書 《薩格尼亞書》 《啟示錄》 這個叫末世文學 《卡普奎奠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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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奠》 就是人和神之間的完全 這些字眼是有意思的 如果你研究啟示文學裡面 這些字眼是全部有意思的 顏色有意思的 紅色是代表什麼? 黑色是代表什麼? 紫色是代表什麼? 金色是代表什麼? 有意思的 水是代表什麼? 火是代表什麼? 淫虎是代表什麼? 巴比倫是代表什麼? 明白嗎? 這些我講出來的時候 在那個啟示文學裡面 或者末世文學裡面 作者自己也有意用到這些意義 如果你解決的時候 完全漠善這種動機 我覺得對那個作者本身也不一定 太過公平 第二個重要的就是 很強烈的歷史以色列主義 我留意這件事要講完 我們就下床了 時代論最大的和千世前派不同的地方 他就很強調我們看旁邊的圖 旁邊的圖就是 教會在時代論的看法裡面 是一個歷史的括弧 所以歷史的括弧就是 時代論者很重很強調 教會在舊約裡面根本沒有預備出現的 舊約是預備 藉著耶穌基督的來臨 尼賽亞的來臨 就開始了以色列的復國 然後耶穌基督的掌權 所以看見那裡 其實舊約看見的是 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然後就是先禮年 不過 耶穌基督來的時候 因為人拒絕他 所以這個千禮年 就迫遲了 延遲了出現 在延遲的空檔裡面 浸巡節之後 神就用了一個教會的時代出現 大家明白嗎? 那個重要性是什麼呢? 就是說 那千禮年其實在舊約裡面的預言裡面 要應驗的 所以千禮主要是屬於猶太人的 所以猶太人和以色列人 永遠都是神特別關照和保守的 猶太人始終會成為這個世界上的領袖 不是王 那我就很奇怪 千禮年 即時代論者 那些都不是猶太人 但是他們對猶太人的 所以 時代論者 經常都幫猶太人 很多時候會傾向 就算以色列都用幾張素人 他覺得都是執行神的公義 即他不會從一種平等的 公義的正義來看這件事 他待會傾向神在幫以色列人 他特別有興趣 神在以色列人身上 完成那些人 沒有可能做到的事 以色列人特別厲害 做生意特別好東西 音樂家特別多 科學家特別多 他說七日戰爭裏面 差打贏 他很喜歡 因為他相信 神是給以色列一個獨特的恩典 所以以色列和教會是不同的 我們一般的神學認為 神教會是新約裏面的以色列民族 記得我們講教會第一課 象徵地取代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的子民 就是教會 所以取代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現在只不過是神其中一個 世界上的民族 並沒有特別 但對於時代論者來說 因為他覺得 教會其實是插進去的 是因為被迫 神的國延遲了 一延遲了二千年 還未延遲 還未延遲 所以 從這個角度來說 教會並不是舊約所預言 千禧然是屬於猶太人 所以千禧然是基督作王 然後 千禧然的時代論者多數相信 然後就是大衛復活做皇帝 我們下一課才討論這個問題 究竟什麼是千禧然 無論如何 從這個角度來說 他將神的國和天國分開 大家讀新約神學都知道 在新約神學的解經上是同一個意思 只會用兩個字眼 但對於時代論者就不同了 因為他認為 神的國就是剛才所說的 在哪裏有掌管 在普遍的意義來說 哪裏有掌管 哪裏有神的國 但天國 Kingdom of heaven就是指千禧年 其實耶穌說天國要來了 就表示耶穌說千禧年現在要來了 神猶太國在尼采阿災臨的時候掌權 不過人拒絕 所以就剩下神的國 天國等到千禧年 即是 kingdom of heaven on earth 這個就是千禧年 所以他的解釋裡面 和千禧年前派是不一定相同的 在末世的解釋裡面有這樣的看法 有時代論者 所以我們說值得我們有雙確的原理 所以我們要稍微交代少少 我們上一次還未說完的地方 我們上一次和大家思想 還有關於末世裡三個很重要的看法 就是千禧年的後派 無千禧年派和千禧年的前派 大家都記得我上一次說過 這三個派系的看法 不單單是分別在於他對將來要發生的事的次序 有些不同的看法 而是整個歷史觀 教會的使命 教會的存在 人性 和神對歷史的那種發展的演進 都有不同的看法 當然在解經上面有更加不同的方式 所以我們看到這三個流派 雖然表面上是時序的估計 先後的估計 但事實上背後有不同的神學假設 不同的解經方式 我們說上一次交代了這三個派之後 最後也要跟大家稍微講一講 就是在千禧年的前派裡面 大家記得這個意思嗎 千禧年前派即是說 耶穌基督的再來是發生在 一千年在地上基督作王的這個時期之前 千禧年前派 千禧年前派裡面 大家知道千禧年前派一定會相信 千禧年前派一定會相信 千禧年前有一個階段 這個階段就叫做大災難的時間 大災難的記載當然也很多 由舊約的先知書所講到神的審判 到新約 耶穌基督 預言將來耶路撒冷 所指向的末世的景象 到保羅書信裡偶爾提及 末世的罪人和信徒各方面的堕落和難處 當然最清楚的就是啟示錄 大半的篇幅所講到 這個所謂五個印 七個印 七個號角 七個碗 都是大部分牽涉到很多災難性的描述 這要通稱是一個大災難籠統的描述 好了 在千禧年前派的看法當中 亦有分再細分為三種不同的立場 有些人認為信徒教會在大災難發生之前 就被提上去 與基督在空中相遇 我們稱為這個 是千禧年前派裡的災前被提論 上一次筆記裡的第三頁 叫Pretribulationism 另外一個認為 基督和教會和世上的人一起 經驗了所有災難的時期 然後才被提上去 然後立即和基督一起 領導這個戰爭 哈密吉多頓的大戰 然後戰勝殺伴 捆綁殺伴開始千禧年 我稱為這個災後被提論 Pretribulationism 然後有些人看法 就是贊成基督是經驗經驗到一部分災難 然後被提上去 被提之後仍然地上有一些災難 繼續下去 而且更大的災難 咒座性的災難 神的憤怒和傾倒 然後在天上 我們和耶穌基督相遇 以死的信徒 是肉身復活 從地上繼續有災難 到極盡 然後眾聖徒和耶穌基督再臨 在加密吉多頓的大戰當中 是勝過殺伴捆綁殺伴 開始千禧年 因為我們是災難中被提 Pretribulationism 稍為簡單交代一下 當然大家都屬於千禧年前派 所以歷史觀的分別不大 解經方式分別也不大 當然當中也有些微的看法上的不同 我想簡單點出來 代表這個災難前被提的人 在教父來說就是 Ironius 當然最出名的災前被提論的人 就是我們上一堂所提到的 Dispensationalist 時代論者 記得我不再重複了 時代論派當然代表 由Jan Barbee和Scoffield Reference Bible 大家都記得 和相當華人教會的學者 和傳導人 都是採取這種時代論的看法 我們上次也稍為評論過這個時代論的得失 時代論者差不多 全部都是贊成災難前被提 我們稍微提了兩個特色 我們不詳細說他的論點 災前被提他強調 第一 災前被提表示教會 是不需要經歷神的咒座災難的時間 因為相信神的咒座傾倒 基本上是屬於那些背契神頂撞神的人 而信徒既然已經在世或在歷史中經驗了這麼長的日子 當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 就將信徒接到天空上 而在那裡做他自己的冠冕審判 在地上發生大災難 以色列人受苦 當然在過程中 以色列人也有得救的過程 這個過程就是地上發生過程 信徒在天上享受和基督在一起的冠冕 所以教會是免去災難的痛苦 第二個最主要的讀釋就是很強調 為什麼他相信災難前被提 因為他相信耶穌基督隨時回來 這一點他們很強調 耶穌基督隨時可以回來 耶穌基督今晚可以回來 我們現在講講下書都可以回來 即是表示盡量越少 我們可以預計得到必然要發生的預兆 出現耶穌才能回來 即限制的條件越少 耶穌回來的不定性和緊急性 就多而強 大家明白了 如果你說根據那些的 預言裡面有災難 有這些災難 這些災難 這些大罪人 敵基督以色列復光一連串走下去的時候 如果我們說災難是很明顯的 看得清楚的話 即是說如果這些災難還未來到的時候 耶穌回來就可以 我們說他還未符合這些條件 變成耶穌很迫切地再臨這回事 就受到一定前度的折扣 所以對他們來說 我們不能夠等到見到災難 然後耶穌就回來了 即是還有一個預備估計性 他認為沒有可以估計 隨時回來都可以 如果這樣說的時候 他們仍然不然相信災前被提 相信災前被提的人 不是因為怕死 也不是希望教會可以免災 不是這樣的心境 大家都明白這件事情 不過他們的相信就是這樣 災後被提論 災後被提論的人 當然都是先禮年前派的人 包括早期的教父 Justin Marta 相信道者尤斯丁 是Tertullian 我們相信Tertullian 都是相信災後被提論的人 土特良 特土良 中文就做 特土良 在福音派裡面 E.J.Carnel 曾經是相當出名的一個 由基耀派轉到福音派的過程中 的一個神學哲學家 以及George E.Latt 一個福音派過身的 一個新藥的神學家 他都是傾向接受災後被提論的 災後被提論的看法 他特別強調教會是和世界上的人類認同 所以人要受奏助 教會和他們在一起 而且教會應該在 特別是人最大的痛苦當中 發揮這種安慰 醫治和福音的見證 所以他們有一種道德感 有一種很強的責任 我們不可以撇下世人就升上去 安享我們的官面 如果地上仍然痛苦 我們也同得起 盡我們最後一分力量去見證基督 以至能夠盡量搶救更多人 這是他們一個很重要的信念 當然每一個看法都有他的聖經的根據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因為時間緣故 我們就不詳細把它逐個交代 有興趣可以看看有關的人物和書籍 第二 他就認為 如果從這樣的看法 災後被提論的人士有一個困難 就是有很多事情突然間在一起發生 正如千里年後派一樣 變成災後被提論 如果大家不想得清楚 就站在後面看你的圖 如果你記得那個圖 你就可以聽我說了 災後被提論的人 就會相信一連一連串大災難 或者教會到那麼上次突然間有 或者慢慢地漸進地災難來臨 什麼時候開始我們都不知道 可能現在已經是災難也未定 不過一直發展到極盡的時候 災難的結束 當然是災難裡面最大的 程度上的痛苦 我們看見洗澡 是按照程度是遞增 到極盡的時候 耶穌基督在大家都絕望的時候就來臨 一來臨的時候 我們信徒就被提升上去 已死的信徒就肉身復活 但是按照聖經的看法 應該開始千里年前 有一個哈密吉多頂的大戰 所以幾日一起發生 一升上去就立刻下來打仗 這件事很多人都覺得 如果在這麼特別的時候 因為聖經完全沒有提 好像經常都很多時候 聖經將災難被提 和哈密吉多頂大戰 和哈密吉多頂大戰 好像是分開不同的時機 災後被提論的人 要相信立刻上 立刻就帶兵囊來 都未透口氣 上面又未有機會可以 做我們那個官免的審判 信徒的官免審判 這些全部一次過搞定 那時候好像有一點點 就是不是很自然 災後被提論 雖然是千里年前派 但是其實你看一下圖畫 比較上其實很容易就變成 後千里派是無千里年派 因為其實是一個過渡的時間 就叫無千里派 那千里後派就相信世界越來越好 無千里派其實可以相信現在已經是千里年了 大家知道嗎 他可以相信世界越來越壞 壞到地裏很多災難 然後耶穌基督才來 一來就開始千里年 或者是來的時候 就開始新天新地 如果這樣看法的時候 除了千里年存在 具體地存在 不存在之外 災後被提論者 就很多看法 可以跟千里年無千里派的看法 是一樣的 這個當然就完全相同 不過呢 那個看法呢 較為接近 最後我講一講 是災中被提論 那為什麼呢 一是前一是後 搞到中間 當然是這個根據 這個是我自己較為傾向 覺得是 贊成一點的 不一定是 不一定有絕對的準確性 所以我就說多一點這麼多 災中被提論也有他代表者 譬如是 James James 不是Jayman James Buswell 這個是相當出名的 一個改革宗的神學家 還有 Norman Harrison 也是一個很代表性的災中被偽論的人物 他的看法就是這樣 他有一個緩衝性 第一 他覺得基督徒和教護應該和世人在受災難的時候 有一種共同負擔 承擔 以及一起 來盡最後的全方的努力 所以他認為基督徒信徒應該 是要品嘗一下世人受神的那種憤怒所帶來的痛苦 但是呢 他也在很多的經文當中 都相信我們基督徒是有神特別的那種恩代 特別我們看見 在這個啟示錄的大災難都的後期的時候 是明顯神那個極端的憤怒的傾倒的 你看那個七個碗的傾倒的時候 是一個很大的憤怒的傾倒 這麼大的憤怒的傾倒的時候 很難想像它應該包括基督徒在內 所以在這個裏面的衡量 他就覺得基督徒 一方面他不能夠完全擺脫 這個末世語言當中的苦難 因為聖經時尤其是新約多次 是提醒信徒預備自己去受苦的心智 當世界無聊的時候 有更多的痛苦要來臨 所以基督徒應該要經驗一部分的災難 但是也不會經驗所有的災難 因為特別最大的災難 是一種咒作性的憤怒的傾倒 不應該傾倒在基督徒的身上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就建立了這個所謂災終備提論 背後的一種動機 當然它有一定的根據 最重要的根據就是 在聖經裡面的末世語言的災難裡面 有好幾次模糊地 不是絕對地 提到把它分一半 很多時候我們都說 災難以七來做一個代表 無論是七年 七個號角 或者是七日 也好 這個七裡面有好幾次 當它講到災難性問題的時候 都把它分一半 就是三有二分一 所以它覺得總是 在三有二分一的時候 會發生一些事情 是很特別的 雖然那個語言的圖畫不太清楚 那麼就交為 即是 直指不指的 根據呢 當然也是看回啟示錄的第十一章 啟示錄第十一章是災終被提論者 是所強調的 大家知道啟示錄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 聽了不少的講座 我今天不是跟大家講啟示錄 啟示錄裡面 就是七個印 到第七個印 就是七個號 可以說是 in focus 第七個印裡面就是七個號 到第七個號的時候就是七個碗 大家知道啟示錄是這樣的 在這裏下的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講的時候 可以說在那個號角吹響的時候 發生了一些事 就啟示錄的第一章 第十一章那裡 較為直接講到的 譬如第九節 他講到那個災難 第六節那裡講到 有很多的 第七節有很多的災難出來 災難的時候 到第九節那裡講到 從國民各族各方各國中 有人觀看他們的屍首三天半 講到三天半 然後第十一節那裡 又過了三天半 有生氣從上大日到他們 他們站起來看見他們的人 甚至過去拍 雖然都講到兩個見證人 但其實講到這裏 是受盡迫伯 現在痛苦死亡 但是三天半之後 就復生了 三又二分一 在這裏是有少許的指示 然後從第一節和第三節 那裡 所提到的就是 他講到一個糧度 糧度這個聖殿 然後他說 第二節指示 地外的院子要留下 不用糧 因為這事給了外邦人的 包括要踐踏聖城 四十二個月 四十二個月 你計算就知道 就是三年半 四十二個月 就是三年半 還有 然後再講 我要寫 那兩個見證人 穿著無依傳道 一千二百六十日 一千二百六十日 你要除一除 也等於 三年半的時間 有好幾次 有三日二分一 三年半 三日半 加上啟示錄的第十二章 那裡 一直講下去 也有很多次 重複出現這類的字眼 看上去 比如四十二章的六節 那裡講到 苦人徒徒抗爲 哪裏有上帝給他預備地方 史達被養護一千二百六十日 又再講 就是說 三年半 十三章的第五節 由史達跨口接続 說有權並事給得 可以任意而行 四十二個月 又是 四十二個月 又是三年半 然後 就是 啟示錄 我們看啟示錄第七章 我盡量引一些經文給大家看看 我不一定要大家贊成 不過我起碼要解釋清楚 為什麼我這樣看 第七章 比如你看第十四節 就講得清楚 那裡說 那裡不是提到三年半 但是那裡說 我對他説 我主 你知道 他講到那個救恩 和神那個大能的彰顯 又有他説 那些得救的人 是怎樣的呢 他説 主則向我說 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 曾用高陽的血靶 以上洗白症 有些千一年前災難中被看的人 就證明這一句很重要 因為這裡是講到信徒是得救 但是得救過程裡面 在災難中得救的 明白嗎 即是他經驗了部分的災難 然後才得救出來 在天空上面 是敬拜神的 如果是這樣看法的時候 就是所謂 災難中 雖然這裡沒有講到一定是中間 剛剛就是 中有兩個意思 大家都知道 在中文裡面 中就是剛剛中間的意思 或者在其中 不過無論如何 是災難中被提的人 起碼他相信我們在災難之中 某個時間被提上去 如果可能較為分得清楚 可能在整個災難的一半裏面被提 因為災難以七做一個單位的話 那就多次提到三又二分一的 如果你看回《彈義理書》 七章和九章那裡所提到的 也都重複兩次 那裡提到是一載 二載 一載、二載、半載 一載、二載、半載 這樣說的 是很隱附說法 加上其實一載、二載 然後再半載 就是三載半 就是三年半 一年、兩年、半年 或者有時一七之半 又再說到 這都是牽涉到 末世裡總是有些事情發生 我們這些可以說是間接的作證 然後呢 有一些神學家都認為 比如第十一章 講到那裡的吹號過 第一章那裡提到是 第一章十五字那裡 第七位天使的吹號 一吹號的時候 就說成了我主要要國 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這個吹號就表示 有一種勝利 但其實呢 勝利之後 第十二章開始 接著就是七個碗 還有很多災難的 就是說呢 那個吹號國 是一個之前有災難 吹號國 然後之後有更大的災難 那怎樣吹號國呢 那很多神學家 就記起 在哥林多前書 的十五章五十二節 和鐵法羅尼加前書 四章十六節 寶羅兩次講到末世 我們信徒復活的時候 然後以誰的人 升起的時候 都聽見你要聽見 互國吹響 所以呢 就這一個的 災難中被提的神學家 就相信這裏所說的 十一章十五節 這個吹號呢 就是保羅所講到末世 哥林多前書 和鐵法羅尼加前書 那裏所講到的那個吹號 如果同一件事的話 那很明顯我們吹號 我們在保羅的神學裡面 吹號就是代表我們復活的日子 那既然吹號在災難之中間 就是之前有災難之後 有這麼大的災難的話 很可能我們就在災難當中 被提上去 那這個呢 我相信就是 大略的那種的看法 那當然我剛剛講完再講了 不是表示這個是必然對的 因為呢 我要補充兩句 就講完這一點的課程 就是這一點的課程 第一 就是 但是我們呢 沒有一個人 聖經也都沒有足夠的資料 給我們一幅很清楚的圖 說將來會發生什麼事 有時候我們查聖經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將來沒勢的時候 很猛狀的 為什麼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那咬三咬四最好有好的方法 就是講得清楚一點 這些神講不得清楚呢 那我覺得呢 這個其實是很好的恩典和智慧的 他講不清楚 最重要的 保留有一個可能性 隨時都可以 耶穌回來了 隨時都可以 這些語言 已經是應驗了 如果我們有些事情講得很清楚 說這些事情 還未應認支持耶穌神 不能回來的 那我們在那裡等著 我們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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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相信聖經特地在活世預言中給了很多智商矛盾的經文 或者是很模糊的 或者你不知道這句究竟是置意的 這是寓意的解釋 其實很有智慧在這裡 令我們真的無法估計耶穌何時回來 而讓耶穌有一個絕對的主權 隨時都可以回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為什麼我較為傾向千禧年前派呢 我自己個人覺得 我今天的看法 大家知道千禧年前派的較為是自免的 當然我不是完全自免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的看法 較為直接自免的去解釋聖經的語言 沒有我自己的看法 我總覺得當然 末世的語言一定有它的寓意性 是吧 象徵意義在這裡 我上一次也提過 沒有一個人可以 絕對不用象徵的意思 去解釋這些所謂啟示文 因為作者本身都 著意用這個寓意去寫文章 沒有理由你解釋的時候 你不用意義去了解它 但是我總是覺得 關於將來末世的語言 我深信神在歷史中那種掌管的傳例 和我看回舊約所預言的東西 新約如何應變在耶穌身上的時候 我總是有一點點相信 你不一定要贊成 我自己有種直覺的相信 將來我們見神的面 看回聖經的那些語言 很可能 那個感覺是遠比較我們所估計的 更加直接和遲面 有些我們只是說 但是到時候 真的語言應驗的時候 可能比較出乎我們治療之外 那麼直接的 例如我們看回舊約的撒加利亞書 當撒加利亞書裏面 預言說 那個人 以色列人用三十兩銀子 就賣了神 那時候 出賣神的時候 當時你說 如果你和我都是舊約的人 看撒加利亞書 永遠都想不到 真的 真的就三十兩賣了耶穌 三十對三十 這麼準 大家明白嗎? 我們多數都會想到 他們只不過是說一種 神被人出賣了 有一個代價 或者有一個利益 被他的子民出賣 我們那些神學 這麼有學問的人物 當年傾向這樣看 沒有人猜到 真的三十兩 就在猶大身上用足三十兩 沒有多沒有少 應驗了 這個是我自己的看法 沒有人在CP裡面 說到大衛那個語言的時候 將來他的衣服被人尖溝 抽籤分了 這個東西 當然如果我們 在舊約的時代 看這個詩篇 多數我們都會說 神自己 他自己的仆人 神自己 是被他自己的子民 所羞辱到的地步 連他的衣服都被人撕裂 我們都會這樣解釋這個語言 沒有人想到在耶穌 十字架的時候 真是衣服被人去 被人去抽籤 這樣的方法 是真的拿去的 衣服都被人尖溝 所以我看到 我們如果 假設我們舊約的人 都會較為寓意去解釋 竟然新約是 字免地應驗了 我自己有少少這樣的傾向 我覺得我們今天 所估計的預言 將來我們看到神的面 看回歷史的時候 我們會驚訝 那種字免的應驗 那種準確性 遠多於我們所估計 當然這個是我剛才所說的 背後也都我深相信 神在歷史中有很絕對的掌權 所以 他能夠說三十兩 就三十兩賣 他尖溝衣服 他就可以被尖溝衣服 而那個羅馬兵丁 他不信神的人 他走不掉 神的手指縫 要完成了 他在歷史中 要服侍他這個 預言應驗的角色 我覺得這個是我自己 為何較為傾向 千年前派用一個 是字免意義 直接一點的意思 來解釋應驗 盡量把它解釋 寓意義的一些 小小的根據 當然這個是自己 很個人的看法 但也給大家了解 我是這樣看 我是這樣傾向 那就不一定要贊成 我們看看今天的筆記 首先和大家思想 關於這個中間的狀態 Intermediate State 這堂我都引了很多經文 我相信就不太適宜 每段跟大家查一下 如果你有興趣 有時間 希望你回去做這些功夫 慢慢看看你就知道 Intermediate State 是指著一個已死的靈魂 以往 當然耶穌未來之前 那些未認識神的民族 那些是我們在神 在第二個課程的時候 講過一下 沒有詳細處理 這也不是我們那個範圍 無論如何 我們先指到有福音道的地方 我們一般的人 已經死了的人 他們很明顯 他們的身體 摧毀 火葬又好 土葬又好 融解 放荒物質融解 變成泥土 好了 他們的靈魂 就不滅 我們也知道 基督教會相信靈魂 是不滅的 永恆行星的 有一個 即是基督教相信靈魂 是有開始就沒有結束的 大家知道這件事 即是當我們兩個精子卵子結合的時候 開始有生命的時候 他一個嬰孩娃娃墮地的第一聲哭的時候 那個靈魂就開始了 開始了之後呢 就永遠不會結束的了 所以不要看輕那麼緊要 製造一個靈魂出來 以後呢 他就沒有了 沒得回頭了 有開始 永遠都不會再結束的 在他去哪裏 要教他看法 即是說 但是這個肉身就已經化解了 靈魂就存在了 靈魂的存在狀態 當然我們知道 將來呢 耶穌基督第二次再來的時候 那些以信的信徒就會肉身復活 有些當時 幸運或者不幸運 經過多難或者不經過多難 看是怎樣看法 那些人就 小明星就上去 接上去 不需要經過這個死亡 然後呢 到最後 先禮年之後 這個大戰之後 後在马國 《哥格格》大戰之後 這些白色大寶座審判的時候 《地》軒海 kicking告訴他 那樣表示 所有歷代之 donné 不信的人都出來了 都復活了 即是說 這兩次的復活之前 那些 沒了身體 communauté那裡 去了那裡 我們稱之為中間狀態 shown image state 現在我們在處理的情況 這些狀態 我想说两件事 或者说三件事 第一就是这个中间的状态究竟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 是conscious还是unconscious的 它存在就必然的了 这个我们圣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不需要慢慢查圣经 它存在 但它存在得来这个灵魂 没有身体的灵魂它存在得来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呢 我自己看圣经有很多不同的神学家的了解 应该是绝对有意识是conscious 有意识就表示它知道 它明白 它认识 它有沟通 这就是有意识 无意识就是它没有沟通 没有知道任何东西 完全是不能有反应的状态当中 为什么呢 很多人认为 有些人 觉得 一个中间状态的灵魂应该是无意识的 他多数引用圣经里所说到 圣经很多次提到 死的人用的形容词是睡了的 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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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表示一种无意识的状态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详细查圣经 我们引了很多段 你有空慢慢看 留心看上下文的结构 以及要表达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知道当圣经的作者 尤其是保罗 耶稣说到睡了 睡了 睡了 教 形容这种中间状态的时候 不是强调它没有意识这一回事 而在综合圣经里 我觉得它强调三个东西 第一 它强调睡了 睡了是一种形容词 睡了有很多种情况 睡了可以打喊怒 睡了可以打鼻寒 睡了可以流口水 睡了可以发梦 睡了可以表示它和世间的生活暂时断绝了一个认识和了解的关系 睡了可以表达很多东西 因为这个可以说是一个 是一个比喻 睡了是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当然不是全部都应用在中间状态里面 那究竟睡了想比喻些什么 我们和上下文 我觉得它的比喻三个东西 第一 它强调睡了是强调它的休息 拈了劳苦 拈了劳苦 睡觉是代表休息 圣经里面所强调它们睡了 是代表这个灵魂 在世间的劳苦已经 断了 它不需要再那么辛苦 它可以休息 好像我们 做完一天很累的时候我们睡觉 睡觉代表这样 第二 圣经中间的状态 在世间的灵魂睡觉是强调这个活动的范围转到另外一处 因为睡觉的人已经停止了他世上的活动 因为暂时他睡了六个小时 这六个小时里面 世界上所发生的事 如果你不吵醒他的话 是跟他无关的 他在他自己的范围里面 可能他的脑 电波仍然有活动 他仍然有身体机能活动 但是 你在他前面走来走去 弄一手 弄一样 撩他 不知道的 他那个 和世上未睡觉的人所活动的范围已经分开了 这是子女睡觉的意思 是睡了的意思 第三 睡了 比如在保罗神里面很清楚 特别说 人们以为没有复活这回事 他就说不是 其实只不过是睡了 他们没有什么 睡了表示 他只不过在过渡的时间 睡了就表示他还会再醒 消失了就表示他永远 不会再存在 保罗所说睡了就对比起永恒 不会消失 有一天他会再醒起上来 大家也记得 在 郭伦多前书 和阿雷罗里加前书 说到这个税料的意思 很明显说到信徒将来会复活 现在 只不过是一个暂时过渡的事情 所以这个税料的意思 是 对比起再醒来的意思 朕强调是没有知觉 无意识的意思 这是对于那些税料的字眼 解经一些的 注释 另外一方面 直接的 积极的证明 就是 很多次 圣经讲到这种的中间状态的时候 直接间接 都说是提到 我们离开世界之后 是有意识的 当年马太福音第8章11次那里说到 我们跟 亚伯拉罕尔萨亚国一同坐直 老实实 如果中间状态是没有意识的话 亚伯拉罕尔萨亚国都没有意识 都没有意识 我们跟亚伯拉罕坐直是没有意识 那怎么可以坐直 不可以的 几个东西 不可以叫做坐直 坐直就是表示有沟通 有分享 有荣耀 这个是坐直的意思 很多时候我们讨论到中间状态 都很喜欢引用 是老交分第16章 耶稣所说的 财主 和拉罕尔路死后的 所发生的事 我们解这一章的圣经 就不能走到极端 耶稣在说比喻 我们不能够 逐字逐句 说到一定是这样 不过 耶稣这么详细说这个比喻 我们要 稍微留意 因为他 完全不相信 他知道完全 人死后是没有任何事发生的 他也无论要讲这样的 例子 这样的比喻来说出来 所以如果你看 如果我们认为 路加方的16章 耶稣所说到这些 这个财主死后 和拉撒路死后的比喻 如果是有他一定的 所指向的情况的话 我们多多少少 起码肯定几件事 第一 无论一 信的人 不信的人 义人罪人 死了之后 他仍然有事会发生的 在他生命里面 第一 他知道发生什么事 是吧 当中之家有什么对话 起码 我们说 他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他也希望 在地上 他们的亲友 能够 有些 和他不同的 遭遇 他可以看见 起码可以看见 那个义人和罪人 是离开世界中单状态里面 去了两个很自然分架的地方 想帮都帮不了他的 是不是 如果你不熟我说什么 你就打开圣经 6、9、6 如果你记得 那个 那个比喻 你就知道我在说 我从头都 大家读一次 所以无论如何 起码一定是肯定的 就是耶稣 说那么多 如果他不是完全无谓的话 起码他肯定 人 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 他的灵魂状态 是有意识的 这是很基本很基本的 根据 我觉得 合理的 当然 那麽多前书 保罗所说到 我们 将来要面对主的挑战 如果我们相信那个审判 和那个 神自己的冠冕 不是等到 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来的话 如果我们相信千亿年前的话 这样的时候 当然这个就是一个中间状态 就是我们要面对主的 交涨 尤其是 第十三章 十二至十三章 大家记得 我现在胡如今 恍惚 对着镜子观 无不清 到那时就要面对面 很清楚 即是我们现在 比较在我们将来 更清楚 我们在世的人 看得很清楚 我看见你的样子 橙色 这不是橙色 黑玉色 就是我们很清楚 分得出不同的颜色 但是保罗这些都叫做 好像对着镜子观 无不清 大家知道保罗时的镜子 模糊不清 跟我们现在化妆那些不同 他们那时候用铜弄 当然模糊不清 即是他们到时 要见得很清楚 还是清楚 所以我相信他们的意识 更强 我们现在 不但又没有 应该更加清楚 看的东西更加清楚 更多 知道更多 了解更加宽草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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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讲到那里 耶稣基督 对他身旁那个 刚刚悔改的强盗 说今天你要跟我在乐园里了 OK 今天两个 身体都死了 灵魂就上去了 那麽 耶稣在乐园里 当然有意识啦 耶稣 祂说你的强盗 你今天都和我一起 我相信这句说话是直接的肯定 说你和我一起 享受这个 那种快乐的 欢恩 他相信一定有意识 如果他写了之后 没有意识 耶稣对他说这句说话 是摆明是骗他的 对不对 所以 耶稣特别用到今天 他表示一个很明显的 将来 復活的时候 你和我一起在乐园里面 没有 所以看见 从这个角度来说 就是 不信者 我们看回比多后书 比多前书所说到 有一种 痛苦的 感受 意识 所以 简单来说 就是这样说 我们相信 和圣经的教训 一个中间的状态 是 to be the one of conscious joy to the righteous and of conscious pain to the wicked 即是说 信的 接受神的人 他死了之后 灵魂立即在现在 如果你有 朋友或者是你有个家人是信主的 被復活之前 他现在有意识 并且他在神的身边 耶稣基督 一同 如果阿伯拉可以赞阿伯 一同坐直 享受conscious joy 有意识的快乐 不信的 已经是有意识的 痛苦 圣经说得很少 那种有意识的痛苦是怎样 很多时候我们分不清楚 究竟是地狱 是怎样 是一个 火湖 是什么情况 于是 就有 天主教的神 慢慢发展了一个 炼肉 出来 但是 主要炼肉 不是给未信 是给以信 我们再提 在这里先交代另外一件事 既然 既然如果他是 不消失 灵魂存在 有意识 即是可能 沟通 当然我们最有兴趣的 会不会跟我们沟通 有没有回云这回事 或者我们跟那个已死的灵 我们可不可以沟通 有没有招云 有没有回云 有没有我们很心爱的人 他离开世界 我们可以跟他继续有沟通 那我们如果看圣经的教训 就我们很相信 如果我们用回 比如说 在路加法文十六章那里 只不他想到去 没论是信的 享受 云生的路 云生的路 只不他跟人间之间 有一个很大的红沟 大家记得吗 那个台主说 不如你派拉萨鲁去 让他传福音 让我说那几个兄弟 可以 得到见证 他就不会来到 我似我那样痛苦的地方 然后你看见阿伯拉罕说他们已经有识可以听,我们就不需要给他 他意思是说在上面的那个界限的,不能够落到人间的界限向他做这些工作 从这个比喻来说,我们相信似乎是一种很强的格核在这里 就是希望做,但做不到因为有他一定的红沟 另外一个就是保罗间接可以提到,大家记得《菲拉比书》第一章 最深刻说到保罗在两难之间,诚于离世与基督同事,好得无比 因为他知道离开世界能够跟耶稣基督永恒在一起,其实他诚于死 不过大家记得,保罗说完一轮之后,我也是不要死了 为什么?为了什么?保罗为了你们,令你们在基督的恩典里又长进又起落 所以我仍然要留在这里 其实如果从一个侧面来看这篇经文,保罗这么想死 因为离开世界和基督好了不比,但仍然要留在这里 如果保罗离开这个世界,他的魂仍然可以下来帮助信徒的话 他就不用这么大的挣扎,也不用决定说 很希望离世与基督同在,都会忍心留在这里 不去字,因为间接肯定了保罗的看法 就是我上去就没办法帮你们了 所以我情愿不上去字,帮你们 所以保罗说我愿意帮你们的就是这个现世 我上去的时候,我想帮你们也帮不到 都是圣灵不掉的,但是那个魂 那个中间状态的灵魂 似乎从这些经文来说,都不能够回来 人世间和他们有所沟通 通常支持圣经里面有回云这回事的经文 就是对多人引用的两部分 第一个就是素罗 到了他晚年的时候 有如丧家之丸,到处都没办法 神有聘气的时候 走到没得做的时候,就去找女巫 招云就招什么呢?招是萨姆尔的云回来 原来萨姆尔的云都招了回来 即是表示云可以回来人间 跟保罗聊天通过这个女巫 这段经文是相当古怪的 我就不想和大家慢慢详细研究一段经文 你看看不同的解经书 我就较为讨论一个解释 就是那个女巫招上来的那个 根本不是萨姆尔来的 我就根据我接受神乐家的看法 就较为倾向解释 就是说 根本这个女巫是整股了素罗 那段经文一开始 素罗曾经大量的迁杀很多女巫 曾经试过 所以女巫在当时宝罗的国家里面 是受尽苦辱的 好了,现在到头来 素罗又再去找这个女巫 所以这个女巫 其实他懂得保素罗是谁 而素罗找他的时候 他就说 由头到尾 素罗没有亲眼看到萨姆尔 全部萨姆尔都是借这个女巫的口 他招魂的女巫的口 他说出来的 所以罗素罗是女巫罗的 萨姆尔直着女巫罗的 所以有些解经家就认为 根本那个素罗 和女巫对话的时候 那个女巫根本召不到 萨姆尔上来 第二更加重要的就是 萨姆尔没有理由被女巫召到上来 这个神学根据更加重了 没有理由萨姆尔神自己的先知 可以给一个不信神的女巫 用她自己的方法召出来 这要算什么萨姆尔 老实说 对不对 所以从九个角度来 有很多疑点 这段经文 有些解经家就觉得 根本可能根本是由女巫弄弄她 吓得她的面都黏了 软世 忍了忍了 今天好日子 大骂你一轮 用萨姆尔的口骂你一轮 所以如果从九个角度来说 这段经文不足以证明有回云这一回事 另外一段当然是灯山变像 灯山变像 有摩西和以利亚和耶稣基督聊天 这段是挺巧妙的 这是很独特的一段经文 我们说这是圣经中唯一 我们可以看到有回云这一回事 摩西和以利亚都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他已经回来了 跟耶稣聊天 比得门徒都看见 看得到 不知道他们在聊什么 所以我们只能说 唯一有点不证明 就是唯有耶稣 才有机会 跟那些以死的云有沟通 我们人不可能 如果从这样的时候 那些回云是什么呢 我自己个人较为倾向 世界上有很多的故事 很多的经验 有回云这些东西 我觉得 我自己从圣经的看法来说 我觉得是撒旦扮的 所以你想谁回云呢 他就扮谁 你想谁上身 他就谁来 有时候很靓的 你要齐千大圣上身 一个照例 面都红了 关公上身 我不知道 齐千大圣上身的时候 声音都变成了 你知道齐千大圣 根本是西游记的故事 但是很靓的 照相 我觉得是撒旦扮的 你看到那些回云的经验 很多人 那个日子里面 就回云了 听到伤生声 铁链声 看着脚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都可以是撒旦版 都是版 他说话的声音 或者招上来的那些 就是你想招哪个 他就说出声音 给你 令到你是 深陷在这种 深深相信的 鬼魂的世界当中 我相信 我自己看起来 我自己个人 所以我不信有回云 这回事 如果他有中单的状态 他又 不能跟别人沟通 但不表示他什么都不知道 好了 我们说一说 如果是已死的 信徒 我自己的信念 就是他离开了世界 他现在享受 有意识的喜乐 他知道的东西 比我们知道更多 所以他知道更多 至少知道他过去一生里面 所发生很多事情 过来龙去墨的原因 大家明白吗 我现在看见 就像我人生一幅拼图 一幅很小的一面 他上去看见他一生里面 整幅的病毒 原来是这样的 事发生这样的 当日不明白 当日的埋怨 原来有这样的意思 所以他会更加明白 如果我们在世的时候 我能够听到他说话 他听到我说话 我说话他听得到的话 我相信今天我们在世所做的活动 他知道 他看见我们 虽然他不能够对我们说话 我们对他说话 他听得到 打扰的意思 所以我不会期待 以死的 甚至信徒 他的魂会对我说话 就算他有什么想和我们说 我相信也是借着圣灵 一般性的 在我们土耗 那类的熟灵 沟通当中 他都说的 而不是他 是着意很独特 用他自己的声音 用他自己的角色 他都说的 他通过圣灵 他都说的 但是我对他说的话 他听到的 这是我自己的信念 我觉得 既然他在世的时候听我说 他现在更加听得到我说 所以我有什么想和他说的时候 我只要说 你执币的人 我又不需要大型广众这样做 我回家自己说 我想说的话 可以和他说 我觉得这个不是自欺欺人 我觉得是合理的 有很多事情 可能他在世的时候 不能说 我现在继续说 所以我太太过世 我爸爸过世的时候 我照样继续和他说话 我觉得对于我 对于他 也有意思 这就是我对于这个 所谓中间状态的信念 我先回答一条问题 这个问题是 福音是否要传遍世界 耶稣才回来 这是很有趣的问题 尽管跟你谈谈 其实这段时间 我们都在挣扎一个问题 就像北京这些学运 这些同学那样 他们其实有基督精神的表现 但是他们不信神 他们没有决志做基督徒的时候 就 永恒地离开世界 就好像很不公平 我们都 甚至我们很多时候追悼会 都说不出 我们有人讨过的时候 都是求神按照他的公义 和他的大能 去 不知道怎么说 总之 不敢说他们就 就此 永恒地死亡 当然我们从人的感受里面 都很难接受 他们比基督徒更伟大 事实上世界有很多比基督徒更伟大的人 他们都是 每一人都在 每一人都在世界 其实 跟这条问题都是一样 关键就是 圣经没有很清楚 什么叫福音传道 听过福音 这个意思 听过福音本身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层次 什么叫听过福音 全世界听过福音没有 现在 如果从广播来说就算了 对不对 如果从福音广播来说 应该是 因为电波过了 电波过了 你的收音机收不到 算不算 福音到 电波过 收到 但是很多杂声听到几句 算不算福音到 我想给大家一个问题 我不是想移开这个问题 给大家一个复杂性 不是这么简单 对不对 听到电波的时候 但是你只是听到一两次 算福音到没有 那两次没有说耶稣的名字 算福音到没有 那次刚刚说了 福音三章十六字 就是读了一字圣经 又算福音传道句给他没有 如果不是 就是说 当有人去到 他拿到一张单张 他算福音给了他没有 传到福音没有 又或者 他 明和不明之间福音算到没有 我们以前 先排两年前 有一个世界性的 福音派的神学会议 讲废改 讲废改 讨论这个问题 小弟哥的废改是很复杂的问题 小弟哥小时候 六、七岁的时候 他算听到福音明白 福音做了 可以做缺字没有 如果他那时候 適合离开世界的时候 这个有很多复杂性 好像我女儿那样 圣经是试试都考最高分的 三年都得了奖 但是呢 就很恨他主要学的 他很喜欢看圣经故事的 但是和他一起坐下 大家一起查经 他就不肯的 但是我叫他开口 他怎么都不肯 究竟他算了上耶稣没有 他就对基督教好有好感 但是他又不肯那些儿童团契 所以说呢 一个所谓福音道 是相当复杂的层次 我们要承认的 所以我觉得 应该将这个奥比交给神 究竟怎么才叫福音给了他 因为福音道给了他 和不算传道给他 那分别很大 你知道吗 就是永恒了 那分别 那当然福音未到的地方 是不是全部人一定是淪亡呢 我不知道在第二个学期 那个课程里 没有提过这件事 好像有提过的 我提过 所以我不再重复了 因为这个不是三年两月可以说的 随便说一个结果给大家听 即是 即是结果给大家听 很容易被人误会的 我们看完整个讨论才能够 所以我们说 现在究竟 现在知道这个世界算福音传遍了吗 真的不知道 我们知道福音传遍了 耶稣基督就会再来 所以如果今晚耶稣回来 就算福音传遍 今晚耶稣未回来 还有可能未传遍 那就算了 答案就这么简单 没有答到 因为真的不知道 福音传遍的意义是怎样 当然了 我们知道什么叫福音传遍 就是很清楚 将这个福音对一个人说得到 他明白了 他认为他理智上明白 他知道信的结果是怎样 不信的结果是怎样 他又知道什么叫罪人 他又经验过罪人的东西 他又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 意义内容去问 然后有机会被他做抉择 他说我不信 那这个就很明显了 那个就没得逃走 但是不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甚至香港也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老实说 你去廟街 如果你有跟那些报导团去廟街做够 你跟他的八叔聊天的时候 你真的都不知道他算福音传遍 他明白和不明白之间 那时候你有时候你真的下水做全方的工作 你就知道 不是那么容易可以 就是好像那么黑那么白 那样可以判断得到 我想说这个复杂性给大家听 就不是想避开这个问题 但这个事实上是牵涉很大的 我简单地交代关于炼狱 炼狱当然就是天主教的教义 天主教对于连续的教义 就是说那些已经死了的信徒 他受了水礼 当然在天主教教义里面 应而就水礼 是吧 在受了水礼的人 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天主教就认为 在他的教义当中 还有一个阶段 当然这个属于中等状态 不过中等状态里面 仍然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调节地改变 那个情况就是所谓 以死的信徒 他会去到一个地方 叫做炼狱 在那里所谓炼狱的意思就是 那个灵魂是接受 是一种唇化的惩罚 令到他唇化、淨化 以至他慢慢慢慢 是适宜地 适合地 救条件 进入那个永远 和神在一起的天堂 所以这个炼狱的教义 就是很强调 主要在乎 要去面对他在生的时候 所犯的罪 他在生的时候 有些神教家曾经 不是个人都是 先祂教教教家认为 他受了水 或者他信了耶稣 信了主之后 他仍然犯罪 那些罪 就是要处理的 因为他信了主 在缺子之前的罪 耶稣记录已经使尽了 在基录你不再被定罪 上了主之后还有罪 继续犯 那些怎么办呢 那些是要用炼狱 来补救 有些人认为没有分别 总之我们世间要犯罪 犯了罪 耶稣记录是拯救我们的灵魂 但是灵魂上了天堂支持 还要我们每一个人 要对他自己的罪 负责 在积极的意义来说是好的 每一样罪都走不走 都要面对他 有时回来说 我觉得天主教的 告解有他一定的心理那种帮助 我们基督徒太容易 晚上说主 真是不好意思 今天有很多人得罪你 阿门 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敢认罪 有说也没有说 对不对 告解也很绝 对着他神父 虽然不知道他怎么样 但是 圆圆整整整整整 整件事说出来 那里面都红了 口窄窄 他真是有种恐吓的上来 你真是不敢来 真是不敢再来 你知不知道 所以 当然我们基督教 就不会接受这个告解的神父 没有这个权 可以代表神去卸面我们的罪 但是 天主教对这个罪 那种的直接性 和具体性 是有一种特别的地方 那这个炼肉的地方 就是要我们每一个 信了主的人 他离开世界 都还要去负责 还债 你世界上犯了多少 你还多少 那练肉的旗下 有长有短 每个人是不同的 有些人可以长一点 有些人是短一点 那时候 就有这些神学 就是天主教的传统 就是这样看法 看看他在小的时候 所犯多少罪 犯得多的 就长一点 练久一点 犯得少的就练少一点 有些人是犯得多一点 那划死了 就练久一点 有人曾经这样提过 譬如说每人每日 就犯三十个小罪 每一个小罪 每一个就练育一日 如果这样计 加上纳杂 其他 如果大概 六十岁死 大概就要练一千八百年 这样计算吧 比较大约的数 就让他们知道 当然那些月日 一日没犯三十个 那就好一点 就短一点 一日犯五十几个 那就熬久一点 第二个影响的长短 就是在地 未离开世界的 教会 特别的朋友亲戚 可以请教会 为他祷告 因为天主教相信 教会是掌管 这个阴间的锁石 耶稣记录 比如说我要把教会 建立在这个盆石上 他就指是 比特是第一人的教会 因为教会 就是权柄交给你 你释放哪个 就哪个得到释放 你捆绑哪个 哪个就捆绑 所以教会有这个释放 而捆绑的权力 这个锁石 所以教会 如果为这个亡灵 来祷告的话 可以减短他这个炼狱的日子 当然通过这个 尼撒 还有当然你要付钱 或者是要汇报教会的东西 当然这个东西 大家都知道 在教会历史来说 最重要 产生了就是 所谓负罪券这回事 大家都知道 在宗教改革的前阵 就是从反对负罪券开始而形成的中下改革 负罪券当时就是说 你的钱给教会的时候 教会就为你祷告 你那个亲友的灵魂 就早日得到释放 这里当然牵涉到很多 教会的腐败 和钱银交割的问题 背后就是这个炼狱的情况 当然 根据天主教的看法 教皇因为彼得一直连续下来的系统 教皇有种绝对的决定权 所以教皇很重要 尤其是中世纪来说 中世纪的皇帝 政治上的皇帝 教皇争到你死我我死我 大家有权 当时欧洲的皇帝有兵 他有剑 他对着你教皇 但是教皇说我有锁匙 你是我来人 所以大家知道 中世纪经经常对斗很重要 教皇有时被皇帝侮辱到不得了 之后他发威了 因为阴间的权兵在他手里面 他绝对决定权 所以要皇帝跪在他面前 跪了三日三夜 在地里面 然后才帮他加冕 因为你没有他他不行 所以这是政教之间 一个很明硬的瓜葛 因为他粗生杀子 从九个角度 当然教皇决定一个人的练育多长 那根据什么呢 我们从一个方派的角度来说 练育是没有圣经的根据 基本上 最模糊的一段 只能引到 比特前书三章十九字 耶稣基督向监狱的灵传导 在监狱里面的灵这句 告诉你 如果你有空慢慢去查 比特前书的解经书 希望我自己做过 一些小小的 就是 就是 就是调查 至少有十三种不同的解法 就是你有空慢慢去看看 可能你找到第十四种 我不详细跟大家码解 不过 很少 我们不应该将一个很重要的教议 结立在一节 或者半节 很模糊的经文上面 这个在方法论上行不通 最直接的经文的根据 都是马加比侯书 第十二章三十九至四十五节 那里我和大家说 说到马加比犹大 是两样之间的刺经 马加比犹大去打仗的时候 死了很多士兵 马加比犹大说 要抓到这些殉职的士兵 好好地安葬他 然后为他来祷告 于是他们说 刺经那里说 于是众人就是 是称赞过秉行公义 和揭示隐物的上帝 同心是哀讨 求使所犯的过亡 不以完全赦免 就是为了这些阵亡的灵魂祈祷 然后随后那个英勇的犹大 就是马加比犹大 的血面中文 不要再犯罪了 因为人亲眼看见这些阵亡者 因为罪所受惩罚 于是接着他们就 到耶路撒冷做这个负罪的献祭 成为一件美妙的事 简单读给大家听这个经文 那里就直接证明 我们可以为死人的灵魂祈祷 以致祂能够早日神接纳祂 不过大家记得这是次经 这就不是直接的圣经 有些侧面的根据就说 耶稣提过说 就是永不得赦免这种罪 舌族圣灵永不得赦免 反而来说 有些罪是可以赦免 有些罪不能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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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族圣灵永不得赦免 有些罪可以赦免 有条件来赦免 于是在炼狱里面 就可以减轻他所要承受的债 不过大家知道这样解经犯 就很側面的解 解得来是不能够足够的根据 有些人就根据高林多前书 第3章12至15节 都说到的我们的交象 但是那个大家知道 我们说的交是更加肯定的 应该是指着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那个论那个官免那个审判 而不是炼狱里面那种的焚烧 就是说我们所做的金文宝石 还是祖母和家 那个在基督的台面 在火里面在这里出来 我相信那个不是指着我们信徒那个炼狱 而是指着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与主在空中相会那种的审判 简单来说 一连四句就说了 炼狱为什么错呢 我觉得不是因为它是天主教的教义 不简单 而是它和圣经的教义很基本的错 我们读了不少的时候 都可以立刻很快得到 第一它不合够恩论 因为人所犯的罪 基督所流的血一次过 我们不能够用我们将来所做的事 不能够用受法去补偿 我们所犯的错误 根本在圣经里面的救恩论里面 就不是用我们做到多少 去补偿我们做错多少 这种补偿性的看法来说 一直都不是圣经 和我们基督教的真理 我们犯的错误都补偿的 唯有耶稣基督是亲自的代属我们的功劳 我们无法尝到多少我们所做的事 这个大家都记得我们以前 在第二讲那里说过救恩女的时候 就无法补偿 在安斯林有少少这种 reparation 補偿 就是所谓 满足论 当然影响了中世纪 他自己都不会像我们这样看 第二 练义是不合基督论 因为耶稣基督是一次过 为我们负罪的 所以耶稣基督那个血 特别希伯来书所说 他一次过有功效的 永远成为有效的 就是无理由我们离开世界之后 还要继续去补偿这些罪和负罪 耶稣基督如果这样说 就表示耶稣基督的负罪根本 就并未完成 而圣经说得很清楚 一次过完成的 绝对的 而神完全接纳 如果我们用恩信清义的角度来说 就更加明显了 恩着信 我们就被称为义 白白的清义 虽然我仍然是罪人 但是在神眼中 在法庭式的审判 神说你是义人 不是等到你离欲的时候 可以这样 是通过你自己所受的苦去补偿 表示如果是这样的话 基督的救育 救负 根本是不足够的 第三 他不合教会论 因为在圣经里面 在我们信仰当中 我们不相信教会有这个权兵 甚至是教皇也好 或者是教士也好 没有这个权兵 去改变神的想法 他期限 没有可能的 即是说教会是神的代表 但他没有这个权兵 可以以死的信徒来代替 以至可以减轻他所受的刑罚 教会没有这个权力的范围 我觉得 第四 他不合活势论 因为我们很相信 人离开世界之后 就没有再机会去做出补偿性的抉择 一次过而已 将来里面只有天堂地狱 而圣经里面是没有提过 以死的灵魂去一个叫煉獄的地方 基本上煉獄这个观念慢慢慢慢 在中世纪上出来 加上但丁的神曲 加上一个很明显的苦力作用 他所根据的一系词经 另外就是一些文学的作用 并不是圣经的教义 好了 在这里顺便说到煉獄 痛苦的地方 就说到最痛苦的地方 就是永恒的痛苦的地方 就是地狱 简单的定义来说 地狱就是一个永恒痛苦和毁灭 永恒的痛苦和毁灭 我们不是做一个福音讲座 这里我们根据圣经 我们也不是去会教学 所以就不是跟大家慢慢研究 有地狱这回事 究竟神是否慈爱 如果曾慈爱的时候 为何有地狱 那些东西 我们不讲这些 我们只是从神学角度讲讲 地狱是怎样的回事 首先要交代 虽然地狱大家都不想听 传福音的时候 是最尴尬的微信的人 最不喜欢听 对不对 我们都好像说不出口 因为这个慈爱的神 又有地狱 永远去那地方 尤其是如果我们 一些亲爱的人 他未信耶稣的时候 都是我们很想逃避 不想碰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很难 很不忍心 这个我们所爱的人 去了那个地方 但是我们又要等下我们感情的部分 我们接受一个事实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资料 我们不能够否认 你有空给大家看 我们给大家看见 是真的肯定有地狱的真实性 必然性这一回事 由旧约到新约 由旧约里面说到 人离开死亡之后 神是情治那些恶人 是阴间要去的地方 在那里是守苦的 永恒的守苦 有天堂 但是对于未信的人 现在和到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前 怎样呢 我们就不太知道 大概都是一种 都是中间的状态 但中间状态里面 就是跟我们永恒的地狱 差不多 因为我们不足够的资料 说很多 那为什么圣经不说多些呢 其实我告诉你 这个很有意思 圣经真的不想说这么多这些东西 他不想用这些东西恐吓你而来信 其实圣经里面多说 我们信徒永恒的悉乐的地方 来看见神的恩典 而少说永恒的痛苦 就不想来吓你 不同一些宗教 用很多地狱的痛苦 很多层都要吓你 令到你恐惧 基督教信又不是这样 所以圣经里面很少资料 我们很承认 所以明述到 现在我们以死的未信的人 所去的地方 和将来永远地狱的地方 都很接近所用的形容词 现在我们看见 火、黑暗 永远和神离开 是那些 在背翼的天使所去的地方 这些形容词 是在旧有里面都用到的 新有里面耶稣所提到的 马拉福音会所提到的 和天堂相对的地方 和是一种永恒的丢弃 启示录当然说得很清楚 是那些 是不信的人 永恒毁灭的 命运的终极 终极 终极 好了 我们先交代了 你回去慢慢看这些经文 然后我们现在交代 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究竟地狱是怎样的呢 我们说一定要提到 有四种特色 差不多是环绕着这四种特色来说的 第一 地狱是一个与神隔绝 被驱逐于神国之外的一个状况 大家记得 如果你看这些经文 你记得 神所是令他们下降到陰间的地方 下降的 排他的门外 哀哭设耻的地方 OK 神说你要离开我去罢 这些人我不跟你无关 我不认识你们 总之是和神是彻底隔绝 被拒绝于神国 那种福乐以外的一种状态 第二 那些人去哪里呢 那些去的地方 有同一群人一起去的 就是那些撒旦和堕落天使永恒的去处 是同一个地方 那里会发生什么事呢 圣经讲得不是很多 但是有两种形容是经常出现的 差不多只有两种形容 第一就是火 第二就是黑暗 是永恒的火 大家可能记得有些经文 不烈的火 火壶 这些全部都是焚烧 第二就是黑暗 在那里是黑暗 黑暗里 幽暗的地方 好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地狱的描述 那究竟地狱的真实性和现实性是怎样的呢 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就是这样 什么叫地狱呢 地狱最重要的定义就是和神是一种隔绝的状态 就是地狱的 A state of eternal alienation from God 所以哪里 哪里 何时你和神隔绝呢 你已经是在地狱里面 究竟地狱是不是很具体的地方呢? 我觉得圣经在这里,用火用黑暗是指向,指向很痛苦的 我并不太接受相信地狱里都热,烤烂的油热 我觉得可能在地狱里比较这些更痛苦 為什麼呢?什麼叫兔夫呢?兔夫就是在那裡 這些形容詞都表達不到我的痛苦 因為那種痛苦不是用那些皮肉之痛 是心靈之痛,甚至是靈魂之痛 靈魂之痛就是騰神離開了那種永恆的離開那種痛 但這件事我們不會完全明白 這件事我們不會完全經驗得到 今天我們整損手脫了手指 痛過我們不明修那天 但是我相信到有一天 正如我在另一句話說到 我們很相信到一天我們見到神的面 或者到永恆的時候我們就會明白一件事 跟神在一起的快樂比一切快樂更大 離開了神不能跟神在一起的痛苦比一切痛苦更大 我想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不嘗試去悔聲悔影 去說很多地獄的具體狀況出來 我只是覺得那些說話都是要表達一個很痛苦的狀態 痛苦過被火燒 痛苦過是上刀身下游禍給你一腳 因為那裡你和神永遠離開 所以和神永遠離開是一種很極度的 因為神是光 所以你能夠帶來的只是永恆的黑暗 神是愛 所以有一個永恆的痛楚 那種痛楚是火焚燒不能安頓那種感受 我們沒有辦法應用那種感受 正如我們沒有辦法完全形容 在天堂裡跟神在一起的那種永恆的快樂感受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說 我就覺得 地獄我們不能夠賴說是神做出來的 神沒有創造地獄 舉例如神沒有創造罪一樣 如果你讀過我們第二課你自己記得一件事 神沒有創造罪 神創造自由意志 但罪就是人用他的自由意志創造出來的 同樣神沒有創造地獄 地獄是人和道羅天使自己選擇的 因為如果他在生的時候 他不喜歡和神在一起 神沒有理由逼他要和他在一起 於是他就選擇永遠和神不在一起的地方 那裡就叫地獄了 明白嗎? 神不是說好,弄一件結的事 你不聽我說,扔下去燒你 我們不要用這幅圖畫 我不想用這幅圖畫 神不是那個劊子手 神是你說我不要和你在一起 於是神就不要亂強給你 因為你有自由意志 這是你的尊嚴 你在生的時候我不想和神在一起 我不願意和神在一起 於是神就唯有讓你不能和祂在一起 而那裡就稱為庇獄了 所以可能地獄就像很多文學小說一樣 就是 大家深深地聊一聊 原來那裡已經是地獄了 沒有火的?沒有火的 不需要有火的 武神那裡已經是地獄 人間本身已經可以是地獄 哪裡沒有神就是地獄 如果你喜歡武神的地方的時候 將來你就要去一個武神 永遠和神離開的地方 分別就是到那時候你沒有再選擇權 你今生仍然生存的時候你仍然有選擇權 那時候沒有選擇權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地獄 所以從同一個角度來說 地獄是可怕 但是地獄不是我們想到那種可怕 可能比我們想到那種更可怕 而是人選擇去的地方 那神就讓他去 撒旦當下的天使一樣是選擇要去那個地方 神就永恆地讓他去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是很痛苦的 所以在聖經裡面用到我們能夠了解 那痛苦的字眼 火、黑暗、安屈切齒、不滅的蟲 那種說話來講 但是形容不了那種痛苦的感受 大家聽得明白的意思 我覺得地獄是應該這樣看的 我希望大家不會聽錯了 我沒有減低地獄那種可怕性 我沒有減低地獄那種可怕性 我覺得地獄其實真的很可怕 但是我想說清楚就是地獄是一種狀態 這種狀態是那些願意選擇的人要去的地方 就不要賴神弄一個這樣的局 是放你下去的 我自己就不能夠接上這件事 正如你不能夠賴神創造了罪出來 罪是人你選擇要做出來的 那個所創造出來的 好了 這就是關於地獄的一些簡單的介紹 我們最後看看千禧年 千禧年 千禧年是一個很神秘的時刻 雖然我自己很深信有這個時間 是具體地在人類的歷史中能夠經驗的時間 但是在聖天中所給我們的資料 經常太少 我們唯有在間接的資料 就是神的國 The kingdom of God 這個描述 我們相信今天我們經驗到神的國際神的管治 一些東西推到極盡可能就是千禧年一些的模式 但是那個極盡又不能夠很明顯說得到究竟是怎樣的 因為有很多懸疑的事情 在千禧年裡面 究竟政治體系是怎樣的 我們都想問 但是有的資料常常太少 有少於天堂的資料 只是啟事錄裡面的幾句說話 加上 舊約一些小小的比賽書裡面一些的 不是完全肯定得到的經文 一定是在說那樣的話 我們只能夠落到餘下一些的估計 千禧年就是怎樣的呢 千禧年的成員就是 什麼時候開始呢 你就知道 大災難之後 耶穌基督再來 阿密吉多頓大戰之後 將撒旦暫時被捆綁的狀態的時候 在地上人間世界所發生的歷史的時期 所以在那時候 第一 復活了的聖徒 在天上也流下來 那些人有 第二 未經過死亡 剛剛耶穌來的時候 被升上去接升上去的聖徒 第三 如果我們相信大災難中 或者大災難前被提的 那就是說 還有地上一段日子 尤其是以色列 如果我們相信 以色列在那段時間裡面 有悔改的過程 如果我們相信 即是 羅馬書第九章至十一章 所講到以色列 全家會最後 會有神有特別的恩代他的畫 相信 總會有一些人 在大災難中會有悔改的人 如果你相信以色列 是一個象徵的字眼來講 可能包括不是民族的以色列 而是有些在大災難中 仍然有機會悔改的人 通過一些 例如啟雪路所講的 那些見證人 那類的 或者是看到那些信徒 我記得以前的榜譽 或者那些書籍 總之 仍然有 在災難當中 但是很難 很痛苦 不過仍然有機會 令那些人悔改 那些死了 最後的大戰裡面 都死去了 那些人 所以那些恩信的 死了 那些還未復活 等待一千年之後 這個白色大寶座的審判 才出來 所以在地上 剩下的那些 千年裡面應該就是這三類 都是信了 大災難中述的人 在被提的時候 的信徒 以及以死的信徒 復活了 那些人 我很古怪的 很古怪 我也很難想像 不過無論如何 如果是有千禧年的話 應該是這樣的狀態 好了 在那段時間裡 為什麼要有千禧年呢 為什麼要殺大群幫的千年呢 有神學家 J.D.Pentecost 他就提出他的看法就是這樣 千禧年的意義就是 It is to be God's final test of fallen humanity under the most ideal circumstances 即是說 神是對人性一個最後的一個考驗 那個考驗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最理想的環境 現在我們賴 賴社會的錯 我父母的錯 傳播界的錯 到最後是撒旦的錯 好了 在這個千年裡 沒有撒旦了 那時候究竟是一種什麼的生活 我想就不是說 讓你看見你沒有撒旦 可以很壞 不是 就是嘗試在人類世界當中 創造一段 是沒有撒旦的一段的時期 那些人也是一種 更新了熟靈生命的信徒 在這個最理想的環境當中 All our sources of temptation must be removed so that man will demonstrate what he is apart from satanic influences 即是撒旦被捆綁了 世界已經是那個痛苦除去 人世間的生活有好的見證 有最好的信徒在這裏 最好的見證 基督自己親自作王教導我們 撒旦被捆綁 這些情況裏面是最理想的歷史環境 在最理想的歷史環境裏面 來過一段日子 看看究竟是一種人與神一起過生活的情況是怎樣 so that there can be the full manifestation of righteousness and a test of humanity apart from external temptation 再沒有外在的引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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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神與神是最密切的 超時空的那種關係 千禧年仍然在時空當中 在歷史的進程中 不過呢 較為接近 就是亞當夏娃未犯罪之前的 是一個忠聖的 就是possible to sin possible not to sin 可以犯罪可以不犯罪 那我們呢 墮落了之後的人類呢 就是呢 not possible not to sin 是吧 就是你懂得聽明白那個意思 就是不能夠不犯罪 這些本來是拉丁文翻譯回來的 就是我打算用英文講的 就是不能夠不犯罪 那時候呢我們信了耶穌之後呢 可以不犯罪 可以不犯罪 可以不犯罪了 有不犯罪的能力的自由 那時候呢 所以我們信了耶穌的人 和亞當夏娃是不同的 我們其實比他更好的 我們有基督的生命所恢復的狀態 應該比亞當夏娃是更好的 亞當夏娃是一個沒有引誘的情況之下 可能千禧年和永生 都是有這樣的情況 千禧年是一個恢復 亞當夏娃 神最初創造那時候想有的情況 而天堂呢 是經過救贖之後的情況 所以如果這樣說的話 千禧年呢 是一個奇特的一種嘗試 不要說是嘗試 嘗試好像有失敗意思 是一個奇特的一個過渡時間 那個過渡時間呢 是製造了一種環境 因為環境呢 是恢復回亞當夏娃那時候 沒有撒旦引誘的時候的環境 那樣東西是和調協的 讓人呢 和神呢 再一次 就是繞了個大圈 回去那段時間裏面 示範一下神當初創造那時候的心意和美麗 然後才有一個永恆的死亡 就是那個審判 和那個永遠的天堂的生命 所以從九個角度來說 應該真的一定要 是神字的正體 是耶穌基督 是個人和身體的規定 就是耶穌基督親自作王 如果極端一點說到時候 我們可能在電視上看見耶穌基督說話 還沒頂 你不要想像那些科幻片 和將來那些恐怖的世界 就像那些大獨裁者 慢慢要建立 等他和他睡馬之後才關機 就不是那麼恐怖 但是我相信是神字 神字的意思就是 神自己作王 有一個完美的政治典範 然後我們說 在這個情況之下 神和他所創造的世界 好像在樂園一樣 恢復那種調協的關係 人和神 人和世界 人和人 神和人和這個世界 有一種調協的 現實的 政治和生活的關係 這個地不再受咒作 神的榮耀 在他所創造的世界當中 充分來彰顯出來 我覺得這就是天氣年 幾個很基本我們可以猜到的描述 所以我這樣說 在先年的政治 尤其是我們比較興趣 管治的過程是怎樣呢 是基督作王 是一個神治的系統 這個神治的系統 就是基督作王 然後掌管 管治就沒有包含懲罰在內 因為那時候 是沒有人會犯錯的 應該是 在那裡 全的人類只有一個的政府 就是基督 那他之下是什麼呢 我們就不知道 如果是時代論者 大家記得 時代論者很強調這種 所謂的Semantism 即是猶太主義 所以時代論者就相信 在那裡 恢復神所預言的 以色列國度的復興 所以他相信 應該恢復大衛的國度 那時候當然是大衛 大衛做皇帝 但是我覺得這樣 就是太國人 將一切的政治和管治 將他落在一個猶太人 以色列人的手裡 我自己個人覺得 可能我中國人 我不覺得一定有很足夠的理由 所以我們只是相信基督作王 眾聖徒 可能那些威風的聖徒 看他的官面 那顆花大一點 那就高一點 講笑這樣說 不過總之他有一個 有一個層次 有一個層級 在那裡 他的特色 可能一定是公義和和平 這個我們看到 在聖經裡很多的字眼 講得最多 公義 正義和和平 和平 人與人之間 和人與世界之間 那種的調協 和平 和平 和平有一個很深的意思 然後 聖靈充滿全地 這個也是看以西傑書 裡面所提到的 聖靈充滿全地 人都是一種聖靈充滿 指導的裡面 所以我們行事為人 我們思想都是一種 聖靈充滿了的狀態當中 所做出來的事情 從這個角度來說 我們就看到 真的到那個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爭取民主了 民主是什麼呢 這是另外一個研討會要講的 現在我們不詳細講的 為什麼現在我們一定要民主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接受神智政體 神智政體其實一線之隔就變成極權 如果那個不是神人的話 如果那個不是薩姆爾的話 一到了素羅 你知道神智政體就變成恐怖政治 因為為什麼呢 神智政體就是把一個權力 無限制地放在一個領導者的身上 如果這個領導者不是無限地偉大 他就可以無限地可怕和醜惡 大家今天看到中國的情況是這樣 毛澤東的時代是這樣 鄧小平的時代一樣是這樣 所以應該我們要民主 民主就是一個 一種中和的作用 就是將到人的權力 政治的權力 分化和下放 給更多人 越分化給更多的人 就越有一種中和的作用 令到這個權力不會集中 在小處人的身上 那就免得他會所謂abuse 就是誤用了這個權力 因為權力過分集中 在一個人或小處人群體裡面的時候 他就能夠運用這個權力 做出一些更可怕的事情 民主的作用就是 將權力分化給所有的人民的時候 令到權力不會過分的集中 不過我們相信 在千禧年裡面 因為人就算有這個權力 或者領導自己有這個權力 他都不會去不用這個權力的話 所以權力的集中本身 權力的集中本身不是罪 不過權力的集中在一個罪惡的世界裡 就會引起更多罪的一個直接的媒介 大家聽明白意思嗎 如果這樣的時候 我們相信在千禧年裡面可以 可以是權力集中 而不需要是有一個民主的制度 第二 在一個千禧年裡面 在政治的運作當中 都不需要有一個權力的強制行為 權威性的強制行為 權威性的強制行為 就是用警察、用軍隊、用法庭、監獄 這些用懲罰式的方式 去令到人守規矩 因為當時的人就會有一種的 信服、信從和愛的交流 但是不表示沒有法則 法則是一種客觀的常規 令到人與人之間可以在大說的人裡 有一種的合作 合作一定需要客觀的規則 譬如說我們上課每個星期 二晚七點半在這裏上課 那這就是客觀的規則 要不然你又很想上課 我又很想教書 但是我又站著教書的時候 你走到旁邊說 旁邊的房子 那你就說不了書 所以應該仍然有交通規則 有其他規則 但是那些規則 就不是所謂法律規則 就不是拿來懲治人的 從這個角度來說 我相信千禧年是一個 是人與人之間和平共存的時候 即是到那時候 我們真的不需要爭取民主 不支持我們仍然爭取民主 因為人性還未到達過千禧年 所能夠假設的情況 按照Pentecost 他所描述 他有很多經文的印證 不過有些經文我覺得他忍得不太對 不過無論如何 儘管你引用他自己所說的 如果你說要千禧年 按照神國的目標來說 千禧年大概會有這樣的狀態 有這樣的描述可以說 有特色 Peace 和平 Joy 喜樂 Holiness 聖結 Glory 充滿了榮耀 Comfort 是舒適的地方 Justice 有公義的 Full knowledge 對神 對大家都有更多的認識 Instruction from Christ 即是有基督親自教導的工作 的生命 Remove of the curse 就是 周座被除 不需要再被除 Sickness remove 不會再有疾病 因為人和自然界和諧時沒有疾病 Healing of the Deformed 即是說那些不會有 或者是 疾病或者是殘缺 Protection 有神的保護 有Freedom from Oppression 不會再有壓迫 因為人是公義的 No Immaturity 即是說 不會有 夭折的 大家記得嗎 以賽斯所說的 沒有夭折的孩子 Labor and Work 即是 每人有勞 不是新勞的工作 而是一個 真是享受的 大家參與的活動工作 Economic Prosperity 在經濟生活上面的 空中 Unified Language 一個語言 大家知道巴別塔 是人犯罪 驕傲的結果 如果我們恢復巴別塔 以前 就應該是同一個文字 Unified worship 有同一個信仰 和敬拜 Manifest presence of God 神親自 基督親自作王 我們可以看到祂的面 The fullness of the Spirit 聖靈那種的教導 我相信這就是我們所看的遠景 我們看遠景 神樂家 那些摩曼所說的說話 Promissio Quarum Missingum 就是拉丁文來講 Promise Demands Mission 我相信這千多年等於我們前面有一種盼望 我有一天 我相信大家都盼望 有一天我們可以在地上 如同在天一樣 過一個人與人之間和諧調協的生命 但是當這天未來之前 只是因為這一天 這個美麗的景象 帶給我們很大的挑戰 鼓勵 神應許有這一天 但是我們要將我們的生命 赴上去爭取走向這一天 這個不是衝突的 神有應許 我們為了達到神這個應許 我們就要散生我們的使命 我相信我們今天還有很長的路 中國民主的路還要很長 我們希望千多年早日來臨 但是未來臨之前 我想我們要負上我們的代價 跑來民主的路 可能要負上生命的代價 痛苦的代價 缺越的代價都未定 當然我們討過我們盼望主要我們快來 但是當主未來之前 我們沒有辦法坐在這裏 我們要負上我們的使命 要有千多年的生命 能夠早日實現在我們人世間 這個可以成為我們的盼望 也成為我們的使命 這裏就結束了我和大家十八堂的課程 多謝大家